我就进行我的这个脚 脚我的这个 换灯 那么接下来我脚 这个脚趋漏 这个转体 技术 那么这个技术 就刚才郭毅主任 也讲了一部分 我来从 从他的 从我目前来讲 留见的一些 采考文献 和我的一些认识吧 目前我们一月 进行了这个 脑质造漏手术的 一个隆理 还有一个新技术申请 这些东西都雇了 那么接下来 因为新技术申请完了 又有一年的一个 试用期 那么这个试用期 考核没有问题 进行一个推广 事实上 我在申请了 我们三西省的一个 刷油下基层的一个项目 已经在向 我们第四季医院 去剿解这个技术 那么经过 我们应用的 这么两年 我觉得这个技术 可以作为 独立的一个技术 比如说 咱们外伤中 可以用 脑促血中 可以用 动脑流动 可以用 那么甚至 素种碰解 脑碰触的这些手术 这种情况 都可以用 第二个就是说 对于咱们手术当中 出现这种状况 夺了一种 应付的手段 这样是对咱们 手术的一个效果 是很好的 那么我从大概的六个方面 来讲一下 这个手术 那么现在 因为在脑外伤中 咱们目前来讲 常规的 去骨白解压 就是说 这个脑散 为了预防脑水种 去骨白解压 那么这个去骨白解压 目前来讲 碰到很多的问题 这个文献中枢 是一个最新的 这个2018年 这个作者 安狗 他进行过一个 RESCQSAP的 一个临创试验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说 他 试验完以后 这个 Decor和 RESCQSAP 这是携入咱们 指南的 两个临创试验 那么Decor这个试验 表明 就是说 双额的去骨白解压 对于外伤 是用处不大的 那么RESCQSAP 叫的是 这个ICP DC 就是说 这个去骨白解压 可以救命 可以 明显的叫底 颅内 可以 把病人的生命救下来 但是 留有长期的残疾 和这种状态 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果 就是说 提出了疑问 就是说这个 有没有 有没有另外一种手术 可以取代 或者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来代替 那么现在 文学中也有一部分病人 一部分专家 就是说 把骨头给他 复回去 复回去 用那种 泰雷机片 把他骨头稍微撬上 那么一两个 两三个毫米 骨头往外 外移一点 然后用泰雷机片固定住 这样的话 就是说 等于是咱们 给他解清一定的 溶积 是这么一种方法 因为他 他计算了一下 就是说 这种 也可以给他 解部分牙 那么他这个文学中 踢到一个 脑齿造漏手术 就是说 目前这几年 估计是要的 来进行的一个 外伤中 应用的一个手术 那么这种手术 可以大家去 潮似的去应用 那么这个 脑齿造漏手术 就是说 这是我从 App文学上 摘录下来的 关于它 一个急奔的 一个概念 那么这个手术 因为最早 实际上是 这种手术 咱们在 动漫流手术中 是不经意的用 就是说 我们碰到 动漫流手术 咱们要 开放脑池 都要 颅压下来 才能暴露 血管 这样的话 你这个手术 才能完成 如果没有这个 布置脑子 肿的话 你没法进行 动漫流手术 那么他这个 就利用这些 血液外壳和 陆底的技术 打开陆底脑池 这个陆底的脑池 要打交叉池 降动脑池 和球尖池 释放脑池 这样的话 我们素中可以 明显的 把颅压降下来 那么是脑池 从随众的脑子 经过这个血管周系 移味到脑池 而且 关键的是 我们术后又 进行一个 脑池的引流 敲切池的放个引流管 引流大概 五天 我们也有 引流七把铁的 根据病人的情况 那么这个手术 就是 首先在 萌线上 看到 我最早是看到 App也参与在做 后来我查到 咱们功能也有专家 也在做 后面有讲 那么这个 我和他 联系上以后 就是看了他 好多的萌线 他实际上就是说 最早的时候 学过动脑瘤手术 他把 创传的 左脑下降 出去误以为是动脑瘤 先左脑下 出去去做 那么这样 就按动脑瘤 这个手术的 原则去 释放脑池 使脑子 开放脑池 使脑子变松池 那么他这个病人 以后他 遭了很多 没有遭到动脑瘤 那么 手术以后 这个病人的 效果很好 完了 他就把这个理念 植上到 所有的脑外上 手术中 进行了十年的 一百五 一千五百例的戒链 然后斜了一片膜肠 而且收到 很好的效果 那么 在这样的一个 十年的戒链刀中 他就 相当一部分 病人就不用去骨脑茄 这样的话 就是说 他这个手术 在他那儿 现在大部分的病人 就不需要去骨脑茄 因此 他就 在把这个手术校 其他的医生 来进行推广 那么 这个 我是和他联系上 以后 我们和 归宜去年 去他那儿开会 就是说 我们手术中 碰到的一些问题 也和他 进行一个讨论 这是他的拜广式 这是他那个医院 在这个期间 我们碰见 萨诺教授 和约翰教授 都在他那儿开会 那么 后来 我看 咱们国内最多的文学 是95年 95年 的一个 中华 创伤杂志上的 一个文章 这个是四川 华西医院的 高丽达教授 他是脑基地质 引流在重型 论动所上的 应用价值 那么他的这个 文章有过22例 就是说 他手术 完了以后 又开放脑池 进行天幕 起开 基地水引流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说 他手术以后 测定这个乳酸 或者是红细部含量 留见他的变化 这样的话 就这组病人 他可以降低死亡率 提供病人的愈后 那么 后来 咱们 国内也有好多的文章 就是 有的是打策略池 有的是打 蒋冬脑池 就是说 在这些地方 不同的 脑池 都做过一些 文章的报道 那么最终的目的 就是说 可能就是因为 脑池打开以后 释放脑基 对于这个病人的 宿中的控制 和疏后愈后的 管理方面 都有很好的 一个效果 那么 陆地脑池 就是说 咱们 这个 陆地的这些解剖 大家都已经 非常熟悉了 我们 要 要 从 首先 交叉池 最好 听 还在蒋冬脑池 打开 这些脑池以后 这个 脑界 就可以看到溜出来 溜出来 一边冲洗 一边吸 这个时候 脑牙就下来 下来以后 我们再向后 把Lily-Quizmo解开 解开以后 这个Lily-Quizmo功能 可以 我后面又要讲 Lily-Quizmo 就是说 这个膜有解开 与不解开 有什么差别 这样的话 就是 Lot就是在这方面 足够一些 也是这种理工型的推测吧 那么这个Lily-Quizmo 这个是最早的一个 关于它的解剖 因为这个膜 因为这个膜吧 就是 它是 沟通 沟上下 的一个 它的解剖 便宜 有这么几种 有时候 咱们解雷的Quizmo 是可能解开 界脑膜和中脑膜 它都是在 后床都在复制 这样的话 我们解开的时候 可以需要 解开两层 那么 后面的这两种 便宜 解开一层 就可以 它这个膜 是沟通 沟上 沟下 脑界循环的 一个 很关键的一个膜 那这是一个 内镜下的一个 Lily-Quizmo的 一个解剖 就是我们要把 这层 又打开 打开后 可以看到基地动了 这样的话 就是说 把 翘切尺子下 血腔脑界 给它进行 重复的冲洗 和吸引 那么这个Lily-Quizmo 就是说 这个膜 因为我做了一些手术 这个膜 解开又不解开 或者说这个膜 究竟有些 什么样的功能 我看了 好多的往线 也没有提到 那么这个边往线 是Lott教授的 一个 一个萌写 就是动脉瘤手术以后 它中半时造落 再加上 Lily-Quizmo解开 可以降低 脑界水的发生率 那么 它的这一组病例 一共有 600多例 600多例 这个素材 都是它一个人 那么这600多例 的手术 完了以后的 水防 脑界水发生率 只有3.2% 那么和咱们 一般常规的这种 手术后 百分之17 甚至有的 百分之20的 脑界水发生率 是明显的下降 那么这个下降的原因 它在讨论部分 进行了分析 应该这是它 树中的一个 手术的一个 模式图 要中半时解开 灶楼 也要进行 Lily-Quizmo解开 那么它的 最后进入部分 为什么解开 Lily-Quizmo 可以 影响的降低 脑界水的发生率 它认为 中文虾 要出去以后 那么Lily-Quizmo 肯定要聚集 好多的血量块 因此发生 椰症增厚 那么这样 在这个 球骑之子 九骑之子 产生一个 脑界的小墙 因此可以影响 脑界的循环 现在有的文献 因为柜艺主任 我都看了没有 有的文献认为 单纯的 中半是灶漏 恢复不了 目上下 目下脑界的 脑界的循环 那么通过这周 它因为 出了 中半是的灶漏 它又加上 Lily-Quizmo解开 解开以后 它这周病例的观察 它认为 中半灶漏 再加上Lily-Quizmo解开 可以恢复 目上目下的 脑界的循环 这样的话 就是说通过这个手术 解开Lily-Quizmo 这样的话 就是说 目上目下 脑界循环很通畅 可以结成 它的脑界的循环 那么它这个 最后也是认为 它是一个呆中心的 它需要更多的人 来去采加 这样的一个手术 就是说更多的人 来业症 这个怪 理论 那么这个脑界循环 这几年 进行了 一个 有些新的认识 这是咱们经典的 一个脑界循环 动力学 从四脑石 陈老师到四脑石 琢磨下墙 然后咱们的琢磨 扣力学习 还有一个 秀球的 或者是 周围神经的 一个琢磨下墙的循环 脑界的循环 那么 事实上 对于脑界的循环 这么将近一百年来 有正确的认识 也有创物的认识 其中一个 脑子虫 采上脑界 这样的话 就是脑子虫 并不是唯一 采上脑界的地方 那么好多最早有 脉绿虫切除 治疗脑界水的 那么就是说 脉绿虫切除以后 这个脑界水并没有解清 而且有的动物实验 就是把所有的脉绿虫 切掉以后 脑界水还能再有 那么这样 现在这个脑界水 根部上 不用脉绿虫切除了 那么这批文鞋 就是克罗蒂亚的一个作者 它这个中心 就业绩脑界循环 我们今天在 意大利开会的时候 它就专门介绍了一下 关于脑界循环的一些 它的一些认识 就是一百年来 这个脑界循环 有正确的认识 有创物的认识 相当一部分 脑界循环就是说 不正确的 那么一二年的这个文献 这个交代理码循环 这就是 YanLijon主任在这个地方 做过一些研究 它可能对这些方面 了解得更深入一些 我是看到这个文献以后 它这个 就是对于咱们脑界的循环 有一个新的发泄吧 就是说做揪着领巴循环 那么这个单词就是 在领巴前面 夹了个Glir Glir就是揪着领巴循环 那么它这个实验 是这样做的 就是说 脑室里面和脑池里面 两个地方都打这个四种的 领巴 那么这是脑池里面 脑池里面打进去 三十分钟以后 那么脑池这里面 咱们看不到领巴 那么在脑池里面 三十分钟以后 整个脑池这里 都充满这个领巴 这样的话就是说 说明这个脑池里面 整大池 整大池和脑池之间的 这种雄怀是非常丰富的 和脑池和脑池之间 几乎没有多少进行沟通 这样的话就是说 这个脑界循环 它经过一个 毛细血管静脉端的 一个实验 最后形成这么一个认识 那么咱们脑界循环 从左脑下桥 一直动完的血管周系 进入到一个 胶着细脖 然后和胶着细脖 代谢财物一起循环 微循环到了静脉端 然后也得血液循环走 这就是咱们 这篇文章认识到的 胶着练巴循环的一个通路 那么由了这个通路以后 它又要做一些动物实验 就是说这个 外伤以后 这个通路的功能 下降了60% 这样的话形成一个脑水肿 这个 这个循环的一个动力 就是一个 动脑的不动和压力梯度 就是咱们脑界循环的一个动力 就是一个 动脑不动和压力梯度 在这两个动力的驱动下 进行一个循环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说我们现在认为 这个脑界的循环 是这么一个情况 测脑石 三脑石 四脑石 来后到脑石 脑石系统到脑石 那么脑石到静脑石系统 那么这条通路是单向的 那么这个脑石和脑石之间 它是刷效的 通过修改周系 由于动脑的不动和压力梯度 因此之后这两个直接的 这个交通是刷效的 因此之后目前来讲 咱们认为这个脑界循环 是这么一个状况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 APP一层也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一个 E位型脑石重的理论 就是说 装满石像出去以后 它的脑石的压力是升高的 那么这个脑石压力升高以后 它会送着压力梯度 沿着蓄管周系 这叫脑石之 那么引起脑水重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手术 手术的目的就是要把脑石打开 脑石打开 并做引领 那么脑石的压力下来以后 把E位的脑水重引领出来 这样起到一个怀解脑水重的作用 那么这样原来就是说 我们现在发现了这么重要状况 这个是脑石的引领 我们做荣亚接护以后 脑石引领管 脑石引领管 出来的脑机业是清料的 那么这个是脑石引领 那么脑石引领的血性脑机业 这个要持续个五天 甚至到七把天这样子 那么这样我的理解就是说 这个咱们引领的是下游 那么这个是 当然脑石引领 它也是采生脑机业的地方 那么这个咱们脑石的引领 一般的脑外伤 它脑石是没血的 它的引领出来就是 咱们引领了 单纯引领了清料的脑机业 并没有给它进行一个血性脑机业的 治怀 或者是扩清 这样的话就是说 我们引领这部分脑界 应该是对病人有好处的 当然这个方向 可以进行一步 进一步的去研究它 那么由了这个脑石造落以后 我们手术中 因为水种是这个样子 那么咱们 把脑石 颅底的脑石打开以后 那么这个水种 可以兼顾这样 解决 这样的话就是说 避免素种的这种状况 就是 大家足够脑外伤都知道 一旦 如果素种压力高 解开一样脑 脑子碰出来 咱们就不好收拾 只能是 只能是匆匆的拐楼 因此 有了这个手段以后 我们就可以 从容的 有效的 控制素种的一个脑碰素的问题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 有了这个技术以后 我们脑外伤 包括咱们素种 有了新的一个手段 那么在脑外伤的应用 它是一个标志 一个新的一个时代的开始 这是App医生写的一篇文章 有了这样的话 就是一部分病人 可以不用去骨败 那么而且关键是 它对于病人的愈合 会产生很好的效果 那么这是在17年 17年印度的一个 LUNO 刹上的会上 做的一个讨论 那么他们讨论就是说 重型弄到手上脑随 重手术治疗的选择 那么因为有了脑磁造漏以后 有这么多的选择 第一个 单从去骨外 这是咱们经典的 经典的脑外伤手术 脑外伤以后 咱们龙亚高 就是去骨外减压手术 那么有了脑磁造漏 我们去骨外的同时 可以加上脑磁造漏 这样的话就是说 这个如果是说 现在实际上 咱们刚开始的一部分 手术医生 可以进行这个手术 因为去骨外减压 咱们的基础上 在做脑磁造漏 这样的话 你对这个手术 有一定的认识 而且在这个基础上 你可以固度到 单从的脑磁造漏 做上一部分病人以后 你对这个手术 有体会有认识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 在做单从的脑磁造漏 这个时候 你有一部分病人 就可以不用去骨外减压 这是他们印度 去年的一个 学术会议上的一个讨论 这是Pasibat Pasibat他做的脑磁造漏也很多 今年他也进行了一些培训 那么这个是我们今年 在意大利的一个 Luno Trash的新进展上 参加的一个会议 那么这个会议 专门在世界上 外科系统 给咱们脑磁造漏 专门给了一个专潮 那么一共有 列网斯七个讲者 第一个是 IP上讲的一个 关于脑磁造漏的 这个学在脑磁造漏的 一些病人 和他一些 做一些比较 还有一个理论潮 在优先脑磁造漏的 一个阐述 那么瑞碟的这三个 三四五 那么这三个人是 一个科室 他们这三个专家 从不同的角度 来进行 把脑磁造漏的一个 他们一系列的研究 进行一个阐述 非常连续的一个讲解 那么这个是一个 意大利的一个大夫 讲的早期的 刷额区关节 和众先龙龙龙爽船 他也做脑磁造漏 那么我讲这个 最后一个 就是说脑磁造漏 在众先龙龙爽船 那种管理 那么目前来讲 这是意大利的 这是瑞典的 这是郭主任 还有 还有我们一起 我们一起 说脑磁造漏 那么这个 是2018年 美国 一次写坏的一个 会议战友 我看到这个文章以后 他的这个题目 这个文章就是 那个随 南卡的 麦卡 还有一个 Jer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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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 做的一个研究 那么这个研究 他的子有 摘有 因为他这个文章 还没有发 就是说 曲败解压 对揪着领导 是一个 损害 可以损害 揪着领导 他讲到这个 曲败解压 所以以后 因为 咱们动脑 是穿骨 挠屎 进去的 这样的话 这个曲败解压 这个穿动脑 的不动明显降低 那么这样的话 使通测和对测的 纠正领导 循环 受到激性 和脉性的损害 那么引起 纠直细胞的增生 反应 炎症反应 都要引起 他的用度 和功能的下降 那么 他又把这些 老鼠 做了 古半复卫 古半复卫以后 他在 可以恢复 纠正领导 循环 而且可以加速 这些动物的 功能的恢复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说 他这是一个 老鼠动物的模型上 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就是 区块减压 对于胶正领导 是一个 损害的作用 而且引起 他的认质压 引起他的 用度功能的下降 因此 就是说 对于 区块减压来说 有目前来讲 就是关于 他和胶正领导 胸软直接的 一个关系 这是一个 最新的一个 纹线 那么这个手术 我接下来讲 他的手术方法 手术方法 这就 不复杂了 大家有 读有 陆地 解剖 还有动物脉 类手术的经验 这样的话 这个手术 一般我就是 按照 一叠开炉 一叠开炉 因为他要用血维镜 因为这个手术 要用血维镜 一叠开炉 我们把 跌口级磨平 和咱们做动脉 类手术 引起切记者 要用膜权 把它磨好 磨好 这样的话 我们素装 进入炉地的脑池 更容易一些 那么进去以后 我们要把额叶 抬起来 解开 交叉池 然后向后 交叉池 这个时候 我们再做一些 脑界的施放 把降动脑池解开 然后再 把雷雷窥解开 这个时候 在手术完以后 进行 这个时候 得到 航后的 卢亚的控制 叫到我们 再放一个 饮流管 饮流管 放到桥尖池 然后饮流 五天 到一个礼拜左右 那么接下来 我又一组病理 前面是个癌的 一个手术 也是吧 那么这个病人 是个三十四岁的女性 GCS是八方 这个病人 没有脑散 CT是这个样子 欢吃 看不见 还有一个 爪恶的 一个脑处理上 这个 而且是整个 它 CT上 也是一个脑 确许的 一个情况 那么手术呢 我现在就是说 双人的脑外伤 我要上头架 上头架 我们术前 又放一个 卢内亚接护 首先看它 粗压 是多少 那么这个 这个点 就是 这个是手术 气候的心 那么这个点 我们画成 画的是 穿刺点 穿刺点 正好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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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这个 这个穿刺点 那么这个是 我们画的 这个穿刺平面 这个线 这样的话 也因为 在这样方法的话 就是我们 在素中 尤其是一部分病人 老水肿 老是小的时候 这样的话 可以素中 我们增加 穿刺成功率的 一个机会 因此 这样的方法 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那么这个病人的 粗压是 41.5 那么 按照我们 现在的 治疗指南 和规范上来讲 这个病人 是要去骨验 解压的 因为这么多 高的颅压 那么手术 就是说 我们 凭着颅底 切个小口 上次 郭主任的 那个坏档 也讲的 凭着颅底 首先切个小口 切个台西 颅液以后 我们就可以 血香脑子 也可以大量的 释放出来 这个时候 一边吸 一边重洗 第二的话 就是说 我们把脑子 释放出来以后 可以 颅液就得到 一定的降低 第二的时候 我们再 逐步的 把 胶膜 交叉尺的 胶膜解开 胶塌的 胶膜解开 然后 这个时候 一边解 一边重洗 一边吸 这样的话 就是说 你在树中 这个颅液 得到很好的控制 而且脑子 也得到一个 非常 很快就变得 因为高开始 可能脑子弹性不好 这样的话 就是脑子的弹性 也得变得很软 这样的话 就是说 交叉尺解开以后 我们再向后 把脑脑脑尺 都做 我们解开 你看 实际上 在做脑外刷中 我们这个学校 如果不做这个 之后 看不到这样的 血香脑界 有大量的血香脑界 都在 四肠脑子 就在一个 血香脑界里面 飘着 这样的话 是素装 我们就可以 得到明显的 如亚可以 得到明显的控制 因此 就是说 会 解少一些脑膨出的发生 这样的话 我们把 Viliquis解开 解开以后 这样 就是说 把目上 目下的 脑界循环都打通 然后 然后在 术后 就是说 把 解开以后 重启 以后 在 我们 我现在就是在 第二阶系 就是 四肠脑和 行动脑界系 放一个引力管 因为 这个地方放一个引力管 相对来说 对于动业上 有的影响 小一些 就在 第二阶系 我放个引力管 那么这个引力管 要放个 五天到一个礼拜 也有的时候 放到一个 地裁阶系 就是 经动脑和 动业上的阶系 那么这个阶系 有时候 这个管子可能 对于动业上 有影响 有时候 病人手术以后 会痛孔大 那么痛孔大 有时候 这般医生 可能就害怕 那么 有时候 他复个CT 复个CT 也没啥问题 那么 这次是 咱们自己做了 可能清楚 那么这样的 这个病人 我 把脑界 是放 弄压控制以后 最后 把虚状 清除掉 治疗学 就是这么一个 小口 这个手术 可以 就结束了 那么 这个病人 是术后第二天 复杀的CT 那么 这个病人 第二天 我们 他就 气管叉管不耐 早上就给他拔了 把气管叉管拔掉 拔掉以后 这个病人 可以进行 回答解带的问题 和进行一些 解带的 中毒的动作 那么 我们 手术以后 进行 一个礼拜的 卢亚接护 和血向脑界的 持续引流 那么 这个卢亚得到很好的控制 它就在 15以下 这个血向脑界 得到一个 持续 一天 引流量 就是150到200毫升 转油 这样的话 就是这个病人的 恢复 很理想 这是三个月水访 我正好用 这个MSE的平方 这个平方 相对来说 更全面 对于病人的定向力 记忆力 还有注意力 还有回忆能力 和语言能力 这个各个方面 进行一个 总体的平方 那么这个病人 总体是一个满风 那么改良的S 改良的MRS平方 是一风 这样的话 它就有些不舒服的 但是同期 我有一个病人 就是 他也是手术以后 我们去过班解压 解压 后来如何成行 各了半年 他来 他这个记忆也不行 就是 无法进行 他原来工作 他是个银行的人 无法进行 从事原来的工作 需要工作的调整 那么这个人的是 从他到来 这是一个病人 一两个病人 但是这两个病人 受伤的程度 是一样的 就是我发现 这么个问题 就是到来 后期的病人 因为我们现在的 时间还不是很超 后期的水法 会继续的更进 那么这个病人 是一个比较重的 一个病人 这个病人 但是脑晒 来我们医院 已经刷上通 晒大就四个小时 而且通风之降 是六个毫米 GCS平方四分 它是个高处最楼上 那么 这是他的CT CT左侧 一个大的硬膜血肿 那么右侧 额内一个脑处的上 那么我首先 做了左侧的 硬膜血肿 鼓拜进行部位 那么这个时候 因为这种病人 压力很高 这个时候 我们从额底 进脑处 是进不去的 这个时候进不去 怎么办 就是说从侧面 因为这样的话 你因为压力很高 你进颅底 是很困难 当然这个时候 脑界也能吸一些 但是说 你从额底 是不好进的 这个时候 因为它有 裂液有血肿 然后 App 脚固 这个就是 就是从 裂液测房 进行给它解压 要的话 我从这 解开了口子以后 这个血肿 它就 由于压力的作用 脑压高 就把它挤出来 挤出来以后 还有大量的脑界出来 这个时候 我就是从侧面 给它进行了解压 从涅侧 进行了解压 这个时候 主要的话 就是整体的 这个路内压 得到一个下降 就包括 涅钩环晒 得到环节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 从额底降 就很容易了 这样的话 就和上面的手术一样 我们就是 进行一个 额底的一个 交叉池的解开 血腔脑界的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 心理就踏实了 这样的话 这个脑处做了 继续进行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 因为脑压高 刷刷痛过大 这个时候 就是说 四层间和 颈动脑 之间的这个阶级 是非常小 四层间很肿 它这个 之间的阶级 非常小 这样的一个操作 我们需要 小箱 小箱损刷 这个颈内动脑 这样的话 就是我 进行一个 Lily Cream 解开 解开以后 就是 把 这个引领管 放在 你看 这个 颈动脑 和四层间之间 这个阶级很窄 这样的话 就是说这个 我们进行 这样的处理的话 需要 需要小箱一点 这个时候 小箱损刷 颈内动脑 外了以后 也是放一个 放一个引领管 接下来 放完引领管 我脑压到 很厚的控制 我再进行一个 血重的清除 和接下来的 涅测的 这个止血 最后 这个病人 因为痛苦大嘛 我把他的硬目 越位放回去 骨败去掉 骨败去掉以后 我们这个 这样的病人 就是进行一个 常规的疏后 正痛的 正经的 一个处理 那么 这个病人 这是 这个地方 第二阶级 放了个引领管 这样手术结束 那么这个病人 这是他第二阶的 CT复杀 坏值也能 开解一些 而且整体上 有一部分 脑子有缺血 还有一点 小的血肿 那么这个病人 我正经了 一个礼拜 正经一个礼拜 血腔脑界 还是引流 大概150到200 之间的 这个样子 这样的话 就是说这个病人 正经撤掉以后 这个病人 就是说 可以进行一个 解答的一个配合 但是他的 也将增业 和予 增业反应不行 但是你让他 动动手 这些动作 都可以的 而且是 这个病人 我撤掉 这阶级以后 这个病人 没有进行 气管切开 那么 最后 大概两周以后 他就可以进行 一个解答问题的 你可以动嘴的 对 那么这个病人 因为后期 出现了一些 病患的 就是说 反常有脑散 就是我们做 高氧氧的时候 这个病人 意识不好了 意识不好 一擦以后 他又反常脑散 又给他 早期做到 炉骨的长行 后期 随法以后 他这个病人 能住着 龙椅 待 三四个小时 就是一个 四方 作业的样子 这样的话 就是说 这部分病人 在我在 宫内 角课的时候 有的专家就问 说这样的病人 你们还在做手术 但是说 可能有些 有些人的 这种理念 可能刷头 痛快晒大 可能手术就不做了 然后病人回去了 当然我们有时候 也听懂这样的情况 病人回去 死不了 有些病人 悲恋 回去 马上死掉 他后来又 回去了 又打电话 问能不能再 上来做手术 在我们这 现在 刷头晒大 只要他 生命体长 能自己维持 呼吸 能维持血压 我们是 积极的手术 去做的 有些病人 确实能救下病了 就是这个病人 那么这个病人 是一个动脉瘤 血球酸的动脉瘤 血球酸的动脉瘤 血球酸动脉瘤 55岁 它是 刷头晒大 GCS三方 它是5G的病人 那么就是这种状况 这血球酸动脉瘤 很规则 我们开刀做 开刀做 完了就做一个 血统的清除 脑池的造漏 手术完以后 这是我们的 脑池造漏的 引流管 那么这个病人 手术完了以后 他的这个 脑压一直不高 因为 有这个脑界的 引流脑压一直不高 后来 经过我们 积极的治疗 当然这个病人 后期发生 六邦呀 体梦呀 这些问题 我们经过 重症的这套管理 这个病人活下来 活下来 到了后来 也最先 症状上有刺激 到了快 上次翠月的时候 他这个病人 进行一个 基本的 刺痛可以增眼 可以进行一点 解带的 取舍呀 进行基本的配合 那么最近他做了 如果成行 他这个意识抓垮 在比这个 现在又要好一些 自己能 能磨脸 磨脑袋 这个都可以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说我 这是 天面是这几个 病例的一个举例 那么接下来 我有去年5月 到今年9月的 一部分病例 我收集了 就是脑外伤 46例 因为这些病人 我们做上 罗亚接护以后 都有罗亚接护的数据 都是 注月期间的数据 所有的数据 都是我自己 亲自去 去统计的 那么 我又知道 这个手术 究竟给病人 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这样的话 就是说 这46例 分成两例 一类是 皂漏子手术 一类 一类是皂漏子 一类是对照族 那么对照族 就是咱们常规的 区域外检压 常规的治疗 那么这则皂漏子 也有区域外的 也有 我 国外富裕的 因此就是说 进行一个 初步的一个比较 那么 关于它的指标 就是说 有这些 记录 初月的 基赛的评峰 还有 速前的轮压 和手术完的轮压 还有 速后遗留的轮压 因为 我们现在 轮压截户 一般大概 放个一个礼拜 这样的话 我们 速中的 速前速臂的 这个轮压 进行比较 速后也进行比较 那么 手术以后 还进行一个 机械统计时节 和 重着接护的 住的时间 以及这些 特使用料 手术改善 住月时节 病死率 进行这些 指标的比较 最后 这是我的 一个 数据 那么 两株 坏了的 这个 统计 年龄 性比 GCS 平方 受伤的程度 P值 都在 0.05以上 它是没有 差异的 就是 这两株 病例的 可比 那么 它 速前的 颅压 和速后的 颅压 速前颅压 也两株 差不多 P值 都在 0.7 那么 手术完了的 颅压 咒漏组明显要比 这个 普通 手术组 有低 那么 这样也 这个 这个结论是 很好理解的 因为咱们 数据有大量的脑界 去发出来 肯定又低一些 这也是 符合咱们 实际 那么在 手术以后 一周 一周内的 这个颅压 接护 差不多 都在 正常范围 因为 这个就说明 咱们 区块 检案也是 可以很好地 控制颅压 那么 这是 咒漏组的颅压 但是 这两株 这一株呢 这个 特殊药的用量 明显的结底 因此 就是说 做了这个 做了手术以后 我们压力 会得到 横厚的控制 因此 特殊药的用量 会明显的下降 这个就是说 特殊药用量 比对的 左右低 那么 机械通缉和 NNC 注月时间 这两个差不多 那么 这两个差不多 可以就要解释 因为我们 现在的 重症管理 这头 已经作为一个 常规的手术以后 尤其是重症 弄动手上 他都要做一些 证件证通的管理 这两个指标差不多 那么 注月的时间 咱们的 灶漏组 有明显比 对照组 有短 那么 去国外解压的比例 去国外解压 指 灶漏组 百分之五十六 那么 对照组 是百分之九十一 那么 死亡率 这个 灶漏组 是百分之十十一 对照组 是百分之二十六 改善是 这个组 有益力变了 是 下面的伤口 进行一个 枪创缝合以后 我们上来 又 病人病情变化 做手术 后来 这个病人改善 改善 而且死亡 这是 这么个状况 那么 这一组 因为 早期 早期做 有一部分病人 是 国外分裂 有一部分病人 老散的 或者重的 因为为了安全 还是国外去掉了 但是说 去掉的同时 我是应目 是做了一个 原味的缝合 实际上 这样的 好多一部分病人 国外还是可以 复活去 这是我的 对这组的 数据 比较 这样的话 就是说 整体上 这组 手术 还是能够 给病人 带来一些好处 那么 这是一个 初月式的 格拉斯格 平方的 比较 那么 初月式 我们造乐组 明显要比 对照组 要好一些 那么这样来 这样一来 这样的话 就是说 我们这个造乐组 可以 明显的 进行 卢亚的控制 还有可以 减少 特殊药的用量 可以减少 作业时间 可以提高 初月式的 GCS平方 那么这样的话 一般的脑外上 初月式 GCS平方高的话 以后会 越来越好一些 这是我 这个 这一组病例 就46例病例的 一个零刷数据的 比较 那么 就是说 这个造乐手术 能直接 带来的好处 就是说 怀疾了 部分的 弩量增高 可以接受一些 脑膨素的问题 那么这个手术 需要我们一些设备 显微镜模钻 当然有一定 显微技术 当然 这一辆的 一个 体会吧 大家需要 多方面去 去体会 多重新的业症 那么 这是我们音乐的 一个 平面图 我今天 就讲到这 大家有些 什么问题 怎么一起 去讨论 有什么问题 咱们一起讨论 感谢 师兄 讲的这么 精彩的一个 一个提案 我也是今天 是头一次 听 这么完整 我觉得师兄 做的这个 真的特别好 然后 大张点 发心 我这些 声音大点 声音大点 能听见吗 可以 的确 是 这个观念 的确特别新 第一次 完全完整的听下来 觉得 真的 挺有效的 应该是 因为的确 打开 打开 交叉池 中板 再加 Lily Crist 膜 乔前持 这些都开放之后 的确对脑袭 释放 有很大的一个作用 然后刚才看师兄 从前到后的整个也做的比较立体 在临床这块比较立体 就是一些技术 我相信对很多高年 医生技术方面 肯定技术层面 可能没什么问题了 以及就是说 这个理念这块有可能再更新 刚才师兄你说 那个放那个管 那个位置 放那个管 那个位置 我想就是问一下 就是说 他那个对那视神经的话 有太大的影响吗 你放在那个第二件系的 第二件 目前来讲 没有发现 对于视神经的影响 呃 因为是有一例嘛 我一般是这个地方放 有时候就是这个地方不好放 阶级很小 有一次我就放到一个 颈对动脉和动业程序 阶级 地产阶级 那么 放到这个地方以后 就是说我们 手术完了 我们回家了 回家了 一次击 通口大了 通口大了 这般一副擦 一副擦这个CT 没啥问题 第二天我去了 我说应该是没有问题 因为这样的话就是他路亚很好的控制 呃 有这个问题 因为动业程序很敏感 可能你这个引力拐的刺激 他他动业程序会有一些变化 这样的话就是对于咱们术后来讲 尤其是咱们外扫手术 手术以后痛快一大就就很很很担心 那咱们自己做了可能在这方面心里有素 但是如果呃 别人看起来可能可能比较比较麻烦 哦哦 哎师兄 那我还还有还有问题 就是说咱们开放这几个脑池 这个顺序 一般也就是你 我刚才听你那个 我大概也听说个顺序了 就呃 首先是交叉尺啊 呃 这个吧 我觉得呃 这个根据素装卢压的情况 你暴露看哪个 这个东西都没有一个的顺序 你比如说一下子啊 有些脑子总要到了整个动脑池了 只要因为你一开放脑池以后 脑戒出来以后 你弩压都很好控制 如果弩压很好的话 你可以按这样的顺序去去做 呃 这个没有没有是说 必须斜开哪个何开哪个 我觉得这个都是应该 顺序了不是很严的 哦 嗯 嗯 嗯 我刚才没听到你说把这个策略这块 策略这块还用 策略不动它 策略一般情况不动也可以 因为这样外伤的情况下 你只要策略弄起来 有时候对这个门啊 或者是其他的手伤 可能动得一点大 当然 有时 我我知道有些大夫 就是说 外伤他 他也不做 不是这样去做 就是为了为了 练习一下技术 他把策略打开 打开以后 感觉到速度还很好 但是就这样为什么好也不去管他 反正我是这样去做 嗯 这样一个 嗯 如果要是开放策略的话 他那个就比如说 那个 就是 内侧 因为你已经把内侧的挺多打开 从内侧再往外开放的话 应该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些 嗯 因为这样的话 你可能就是说 目前来讲就是有这些脑池 陆地脑池也就应该是很充分了 很充分了 嗯 你开策略倒是 我觉得也可以 但是你速度要延迟且时间啊 或者是 而且加上 如果年龄大一点 这个策略的血管比较脆啊 有时候给你带来好多的发配 嗯 也会有一些静门的耸刷啊 这样 哎 好了 好的 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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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老师 嗯 好 王老师 哎 你好 哎 杨主 嗯 实际上 就是说你这个硬膜打开的时候是现在没有那个 你我看你那个手术那个是是打开一部分硬膜 然后进去 对 全打开的话 这脑子有点膨 是不是也不 哦 对对对对 应该这样的话就是我硬膜就打个两三公封 一个小口 实际上你 呃 多多控制 我现在的关键的问题就是我硬膜 呃 打个小口 然后呃 我是要放脑键 只要放脑键呃压力释放出来释放出来压力低了以后我再把硬膜解开 是这样一个方式因为你呃没有释放脑键以后压力很高压力很高 你解开硬膜以后一下脑子鼓起来这样手术就不好收拾了 是这么一个状况这样的话我硬膜也打开当然如果是硬膜一下有血肿 嗯他打开硬膜你可以呃把血肿吸走也可以这样先解压那么呃 这样一部分解压再再把额底抬起来抬起来实际上就是我首先释放脑键把脑键释放出来以后压力很厚的控制以后我再做血肿的清除或者是再做咨询 嗯那个硬膜就最后我看你缝上了又去了谷败了嗯对 哦就缝了硬膜又去了谷败这是什么意思 不是因为是这样呃实际上这是早期的一个一个探索 因为呃从i app一上那就是这部分辩论完全只有在数中你看一下脑子塌得很好也很软呃台上也很好这样的话谷败可以复回去的 那么咱们现在这个这个经验包括咱们现在这个理念 还呃还是要尤其脑晒病人脑晒病人你要去谷败但是呢我把硬膜原味封回去 封回去如果手术以后呃得到很厚的控制呃而且手术仪不高那么为我下一步的谷败会提供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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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李上的基础吧或者提供一个提供一个保障嗯 看你硬膜缝了骨头锯了那那个减压的效果还是不是他的充分我这么考虑的话 不是减压头锯但是但是你你你有脑吃的引流啊减压就很好了 对对对我说现在你如果减压的话 对 从那个从这个解案来的九度来讲大大股败解案12乘15的咱们远远不够这样的大股败 知道吧像像这个那个那个刷车通过大的这个病人呃股败的范围远远不够这个大股败的范围 有这个手术以后这个股败第一个股败病人太大那么想到的一部分变成你早期可能行李不踏实做的世界长老子想到的部分变成股败不用去掉 这样的话就是说对于他的胶着脑脑循环就是包括这个呃 Jeffrey的这个实验对于胶着脑脑循环包括脑功能 包括最近一个王先生也是说这个这个去股败解案对于脑的认识功能的认识脑的灌注都是一个不良的影响 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呃股败如果能复位的话对于病人后期的愈后是很有帮助的 当然首先就要要保证这个脑水中呀或者事实上就是说咱们去股败解案去掉的容积 因为你要缝头皮嘛骨头去掉也就是个五六十毫升 就咱们这个大股败也就是个五六十毫升 那么这五六十毫升我们缝和引流脑界在一百到二百之间 那么这个空间终于带上他这个古败的一个一个一个体积了 就是引流这么多是吧 然后每天引流一百五到二百之间是没有问题的 嗯 这个管是用的什么管啊 呃现在有美东丽美东丽有一个许总的那个那个拐子 美东丽那个许总的引流管他那个拐子是又细又光滑 而且他这个拐子的末端的你看那个小孔 他那个孔是很细 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拔的时候进去的时候 对于这个周围的神经血管损伤不坏也太大 因为咱们普通用的那个拐子那个侧框太大 我就担心怕侧框大了以后对他 你拔拐的时候对于周围的一些血管神经的损伤 呃那么这个拐子有这个好处 他非常好处 这是美东丽的摇打池引流管 呃不是摇打池引流管 呃不是摇打池引流管 它是一个血统墙的引流管 它的内径是 这径是2.8个毫米 不是油脂引流 哦还有专门的这个 他们专门有一个脑死引流管 就是或者是脑向脑出去的引流管 他有这么一个一个管子 哦嗯嗯对 完了我我可以把这个管子给你呃 呃发过去 他有我也试试 我让我们组组院他们让他们也 嗯对 我觉得这个而且是这个老吃的引流 是我现在是担心怕引流过度的 这个有时候要要要要 输会有管理方面要要注意 不该一下子放开以后 他这个引流非常通常 就是这个引流量我们要控制 不该低路啊 我们发生过几个低路啊 一下子放开以后 引流太多了 后半也顾不上管了 低路啊脑伤通孔大了 又不差 又不差人家脑子压力不够 但是就通孔大了 又喝了去古拜 去古拜压力不够 实际上就是 就是我我有一个病人 吃下这种状况 我就是把 第一个把引流管掉 第一个把船头放低 这样这个病人就过来了 嗯嗯 行我们也试试 那可以可以这样去尝试一下 嗯 嗯 有些什么问题 留个一百一百五左右 每天一百一百五 早就应该没有问题 嗯 嗯 对 尤其是动脉瘤 因为我觉得动脉瘤的病人 呃 大量的琢磨下出血以后 手术完了以后 你放一个这个管子 引流上几天 对于病人的疏忽 是很很有保读的 疏忽的 预后和他血管将来的环节 我觉得应该是 因为你这个血向脑界 你不做引流的话 他又靠自己吸收呀 你想这么多的血 让他自己吸收 肯定在第一个后期呢 脑结束发生 还有一个脑髓状 血管将来的这些问题 呃 当然这些东西需要 需要进一步的去 去研究 去做实验 或者直接的去证实它 这个脑界引流和奔力引流 直接的一个一个差别 那么这个这个需要 需要大家去去研究 嗯 嗯 正宁也来了 王正宁 王正宁 左下角有一个静音的 正宁把左下角这个电源打开 左下角有一个 出静音 好了好了 正宁好正宁 那个 那个我刚下手术 错过了 8点钟开始 结果做到 搞到现在 哦 没错没错 我刚刚过来 没听到你一点点结尾 我上次也有一个病人 就是我上次也请教过你 就我那个病人 做了脑石道路之后呢 就 颅压很低 骨疮 骨疮也去了 然后骨瓣 那个骨疮那里很软 后来就 后来就两面通统大了 然后复查CT 那个 有很多气 应该是 也是过度引流引起来的 对 引流量 几个小时就引了 一百 一百五十 太多了 太多了 后来 后来那个病人也没有救回来 那个 没经验 后来 后来请教了王主任之后 才知道 这个 脑石道路 如果引流过度的话 问题就更危险 非常危险 后来 后来我们就 控制 每小时 大概 七八毫升吧 每小时七八毫升 然后一天的引流量不超过200 然后就没有再出现过 我做了不多 做了总共六七个病人吧 嗯 嗯 有 救回来的 可能有 三 三个 三四个吧 其他的也有效果很不好的 还有一些 数中脑棚出 根本就 放不了脑机 我不知道 数中脑棚出的那种 呃 就是 打开一个两 两三公分的一脑膜 那个小口 但是 还是 还是 没有 没有没有足够的空间去放那个 那个 进那个外池那里 脑棋也 所以 有几个还是失败了 可能还需要 总结 总结经验教训 嗯 现在这种状况 就是说 呃 因为我们有 卢亚接护 手术之前放卢亚接护 那么 如果卢亚在60以上 60毫米公租以上的病人 这样的病人 你要做脑棚出的 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有时候我要 在尝试说切脑子 切完脑子 这个肿起来 或者是释放脑子也 释放脑子也 压力能下降到十几二十 那么你一不释放以后 马上又 那么 这种状况 我最近看了一个文献 就是说 呃 就是说 呃 呃 就是这样的状况 不要不要去脑子造陆了 我把捏 捏 要捏 要捏 捏中回捏下回 都要切掉 切掉以后 要把侧脑子暴露出来 又把呃 钩回切掉 嗯 这个 暴露 缓持 嗯嗯 那么暴露缓持以后 这也是一个脑界的引流 缓持以后 这大量的脑界出来以后 压力才可以得到控制 嗯 我在做一个 嗯 脑梗 呃 35岁变成脑梗 脑梗以后压力很高 打开以后就 我我看那样高的压力 你就没没法进行处理 后来我就把呃 捏切掉 切掉以后把钩回 把呃 槐持暴露出来 槐持暴露出来 这个时候脑界就 流出来 流出来 你就压力可以得到控制 呃 这样的话就是后来把 行动目击开 这样的话就是说 你可以呃 进行接下来的呃 硬目扩大成型 啊 如果不经过这样的处理 是这样的病人没有办法 嗯 下次可以试一下 啊对 可以可以这样去做 这就是 数中碰见这么重的病人的 一些方法 在目前来讲 可以这样碰到压力很高的病人 因为脑池造的 它不是一个外能的东西 它是一个 适应于一部分病人 啊 这样的话就是说 一部分病人压力很高 咱们入底进不去 入底进不去以后 我可以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说 把捏切掉 啊 捏切 其他的业目不用打 捏切掉 首先我把环池的脑结石放出来 这个时候 你降卢鸭 如果数种卢鸭降不下来 你再怎么 那我们没办法 对 嗯 我们有卢鸭结果 就是说60以上的卢鸭 60以上的卢鸭 尽管你数种能控制到20多 那么手术以后病人 那一天增加10多 一天增加10个毫米 一天增加10个毫米公主 那么增加到60 其实这个病人最后不行了 呃 数种的60多 呀 我们没有 没有 过来的 呃 就可以 要要要排除掉的 就是这种病人 实际上脑吃造了第一个 呃 他的手术适应者和咱们普通的外刷手术 是一样的 对吧 那么这样的 就是说你在做外做外刷的时候 你你你为了控制卢鸭 我我释放脑结 他的净击症呢 你有手术适应症就没有手术 没有这个造了的净击症 嗯 当然你这你说路亚高 那那个太高 嗯 路亚很高的硬包包的那种 那种你 那你小嘴做不成 没办法 那不是能做的问题 嗯 王主任就是数中这个张力还可以的 咱们可以就是可以用这种方式 对对 但是如果是张力特别高的话 确实也是进不去 啊那进不去 进不去那你就 不要不要去 那就是一个就是 因为这个我最近见这个文献 就是七几年一个耶鲁大学一个教授 他做了二十多类 就是也是外伤 他说因为三十多年 年轻的这些脑外伤 是很有机会的 其实我没有去想办法去跟他做 那么做他就是 他有也是二十多类的病人 他就是做了个涅液 涅疾 他切的范围很大 就是涅中回涅下回 首先要把这个 切掉上界到了秤老师 切掉上涅脚 把这些暴露出来 脑界 怀齿 所有暴露出来 这样的话 他的那个骨刷不大 他的主要目的 要把这部分怀齿暴露出来 那么经过涅液切除 暴露怀齿 这样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咱们 宁母的孩子也不大 这样的话 在写文件下 下注这个是没有问题 我是做了一例 就是正好 数种碰见 脑子骨得很厉害 就是一个脑梗的病人 年轻嘛 35岁脑梗 他的压力很高 痛苦大了 压力很高 以后这样的话 我做涅目扩大成型 也解开脑子骨起来 这个病人不行 后来这个病人 我就兼顾这种方法去做 当然外伤中 我还没有碰到这么高压力的 因为最近嘛 才知道有这么个做法 也没有尝试 以后可以在这方面 就是你脑池造脑 没法做的病人 可以这样去做 这样也是一个方法吧 就是我们在手术当中 找到一个方法 可以这样去对待这部分病人 比如说额捏磋伤 脑子也有点肿 你是先切额了 先切捏 如果肿的厉害 你切了额 你到不了 当然切了额 你能到了颅底的脑池也行 如果磋伤很厉害 你比如说 但是说有时候是什么呢 就是说那个压力很高的话 你切额 切完以后 有时候不好暴露这个东西 其实你也可能 怀持这份脑戒更短些 师兄 你有没有那个 在那个 恶性脑梗死那种病人上 尝试过这种 脑池作落吧 对对 就比如说大脑中 整个大脑中都闭了 然后也错过了那个对加取栓 拉栓那个时间 这样这种的 这个就是我 所以咱们财大域的 王红星主任 做股这么一个 因为有一次他和我说 我在脑梗辩论中 还没有这样去做 就是说刚才我做脑梗 我又烟梗辩成现在是鼓得太厉害 这压力很高 我做了一个孽的切除 王红星主任就是因为做完 烟梗辩以后感觉这个脑子还鼓 后来他做了个脑出造轮 释放了脑间 这脑子的压力下来 后来恢复也可以 可以这样 实际上这个技术就是说 做的多了又认识了以后 大家对这个技术了解 或者说充分认识以后 它是咱们数种控制脑膨 所控制挪压的一个手段 这样我们这样奴底和释放脑界 脑室内释放脑界 这是一个前提 就是不和咱们做动脑的 做动脑的 只要看见脑界释放出大量脑界来 他心里很开心 这样脑子很好弄了 是吧 你如果这个脑界释放出来 释放不出来 这就比较麻烦 嗯 OK 嗯 好 那就没问题了 接下来杨主任讲一下你的 一个交着两把循环吧 我就是 我就是 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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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因为也没经验 然后我又把之前的东西总结的总结 很好很好 你这方面的业绩已经很深入了 你讲讲 没有没有 我就是从基础的那个 我的理解 还有就是说文献上的东西 可以可以 怎么把我的这个 那个挪在上面啊 嗯 我点哪 你点这个共享屏幕 你点这个共享屏幕 嗯 最下面 最下面一个共享屏幕 嗯 看见了吗 最下一毫 最下面 屏幕的最下面 你 就是和你那个精英那个 啊 对对对对啊 对对 进来你就呃 点点爆发就行 是这个吗 现在 对对对是 嗯 说不好啊 咱们就 哎不客气 不客气 自由讲 聊聊 我以为这个都是那什么呢 我想想这个版权对不对 人家是不是都看的那什么呀 因为我也是说的就是 嗯 我在美国时候 就是那个老板他们做的一些东西 因为他现在 他是这个美肯是那个丹麦级美国人 嗯 我就开始啊 这个 这个 也就别说就是这个 胶脂淋巴循环 嗯 对 翻译成这个类淋巴 类淋巴循环的这个 嗯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现在就是从一二年来说 他就后来就比较 比较热 以前有一些这个那个 那个Vitual Vitual淋巴循环啊 所以说脑机界循环这种理论非常多 这个是我是 这是 这个是咱们就是说 呃 他是这个丹麦级美国人 他是美肯 现在Rotrest 从纽约 他是从纽约 然后 以前在纽约 纽约市 后来搬到这个纽约州罗扯斯特大学了 转化医学中心 他们叫 嗯 这个是那个 就是算小老板吧 这个就是那个Jeff 他现在开始在跟美肯也在一起 后来因为他比较比较聪明 然后他申请了好多这个R1那个funding 他去 后来又去了这个 回到老家去了 再回到这个西部 这个 嗯 俄勒冈 俄勒冈 这个州立大学 这个实验室里 现在可能也快是有自己的实验室了 这个美肯在丹麦他自己有开了一个实验室 全美神经 嗯 神经胶脂这这一块 可能至少得占前十 因为他也这个这个好多也好多基金 他老公比他还牛 是神经内科的一个大主任 然后也是研究是Gordman 也是研究这个 嗯 神经胶脂细胞的这个 嗯 我是12年在那个 1213年在那边就是 做课题 然后就是正好也接触到 有些人接触到这个 后来回国之后 也是在 呃 离床当中吧 反正一直想找这么个 也是想跟以前的研究工作 有一些这个这个 交叉的地 有一些交叉的地方 其实确实是停了这么多年 还有这个 幸好这个 这个王主任 这个这个 这个在这方面 真是这个 特别有开拓精神 把这个东西 带过来 我是14年 我跟郭毅师兄 那郭毅是我硕士的师兄 嗯 我们去那个俄罗斯 那个秋名开会的时候 然后我们遇见那个 App 然后也聊过这个事情 就针对我们就这篇文章 也当时 也那个跟App交流过一些东西 当时他也是初步开始弄 然后想做一些东西 但后来我发现他基础实验 可能他也没做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王老师 他那个App做基础的东西 他做过没有 因为他的条件比较差 因此他要做这些东西 没有那么好的实验条件 对可能他也就是做了一些临床的 嗯对 临床的那些那些东西 然后怎么说呢 就说这个这个 嗯 就这个实验室 呃 梅肯这个实验室 他主要的就是 现在主要就是研究 这个 雷利曼西红 开始他是研究 胶脂细胞 从 咱不知道这个 这个那个那个 咱们中国的著名导演 说个题外话 那个李安 李安的媳妇不是说是说是美国 著名的这个 科学家吗 神经科学家 李安 他那个 他那个爱人 以前就是在这个 Maker的实验室 当时在纽约的时候 在 在他这个这个实验室里 这个挣钱 这个阶级 他那个李安导演 哦 这个就是简单的一个 就是说这个胶脂淋漫循环的 这么一个示意图吧 就是有这个动脉 这个我们主要说是个动脉周间隙 和静脉周 静脉周的这个间隙 和其中的这个 其中这部分就是脑食指 我们看到这个蓝色的这个 我们快把它理解成这个 这个水动脑蛋白 这是它流入的一个方向 这是流出的一个方向 这个 灰色的这个棕色大家能看见是吧 嗯 看见没问题 这个黄色的这个 淡黄色的这个就是 就是胶质细胞 这个 棕色灰色的东西 这个主要是一些 一些这个代谢的产物 或者是可以叫它贝塔折叠蛋白 这些 贝塔折叠蛋白都 都可以 主要它这个通路就是 脑机液呢 从这个血管周系 如果这个胶质基底膜 核心胶质细胞的这个足秃 我们叫这个胶质细胞的这个细胞版 就是足秃 足秃跟这个这个胶质细胞 这个 跟这个血管周系有接触 包裹这个 这个这个穿脂动脉 那穿动脉吧 而新型胶质细胞 从我打量的这种水通药蛋白 新型胶质细胞啊 会这个表达这个大量的水通药蛋白 在这个血管周系上 促进这个脑机液呢 从这流入这个脑失质 这个我们可以去 就理解为脑机液的流动方向 流入脑失质和脑机液这个组织液 所以混合 在那个肩脂中 透过激化激化的这个这个 静的这个流体运动 像这个血管 像这个静脉的周围间隙 我们就远端这个静脉周围间隙 扩散 最终这个脑机液 沿着卢神经啊 及脑膜上淋巴管 中脑膜下腔那个 吸收 我们宏观现在理解上 脑机液循环的书上 教科书上写的 还有这个 就是文献上记载的这些 包括这个 包括就是一些那个 比如Loughton Spencer他们发的这些文章上 就是所说的 实际上应用的这些 都指的是宏观的脑机液循环的理论 那么这种 这个 这个是一图 就是Macon在 就是做这个Glimphatic 类粒妈循环啊 他主要是从微观上解释 就是说他 不是 中末端的吸收 他这个不叫做中末端的吸收 我们常过理解的中末端吸收 他是从猪耳膜力啊 猪耳膜下腔 把这些脑机液从哪吸收 我们是说啊 这个 侧脑室啊 刺脑室 脉脑室 产生脑机液 通过整个循环通路来吸收 最后 流入到这个 这个从哪哪吸收了 他这个 他是针对于脑体 整个脑体 只要有 穿着动脑 静脑的地方 他都可以进行 脑内的 类力脑的循环 这相当于就是一个 微观性的一种 是吧 所以我们就是 比如说你 用过这个 Syser啊 就是打开那个 LilyGriston膜也好 不过打开什么膜也好 是宏观意义上的理解 但是我们就充分 充分理解到微观形式 他是这脑机液循环是 怎么在这块流动的 和跟那是不一样 就像刚才之前我问那个问题 我问那个老师 就是 脑室内和猪耳膜下腔 就是Parameter 这个这个 他的脑机液循环 这动力是不一样的 只有在猪耳膜下腔 堵塞了之后 比如说脑表面 啊 还有这个血管周期 大血管堵塞了之后 他这些脑室的血 脑室的这个脑机液 即使他里面没有血 他循环不出去了 他才可能导致的梗子性脑机水 这些脑室内的血 才会造成兼职性的水种 如果你仔细 应该研究过后的话 这些兼职性的水种 是造成他这个脑肿脏的主要原因 包括细胞毒性啊 血管原性的这种 这个血管周期的 可以理解为 一部分的这个血管周 血管性的这种精卵 而不是单单 单纯的是 概概率送到 受影响了 这个血管这个 血管精卵 还有这个细胞毒性的 还有一部分就是说这个 最早叫Vitro lima循环 那么现在叫这个 Vitro lima循环 加上这个Vitro lima循环系统 就是整体宏观上大概对这个 就是这个目前来说 这个Vitro lima循环 是一个大概的这个 梗概吧就是说 嗯 就是脑 这个图说明了什么 就是说整体的我们 颅腔 解副上说的是 颅腔也好 脑组织也好 血管也好 它组织在组织内的 站那么比重啊 是多大的容积 那么 从这个液态角度来分析 那么它液态的 都有什么 一部分是脑肌液 一部分是血 一部分是血流血管 还有一部分叫组织间液 intra 啊 不是 interstitial 啊 还有一些就是细胞外间隙 细胞外间隙的液 这个可以理解成 细胞内间 细胞内间隙 细胞内间隙 这可以理解为细胞外间隙的液 就整体来说脑组织的水含量 它都包括整体这些东西 除了这个脑实质 就是实质性的东西 这个图我们主要呃 是就是说在穿肢动脉 它是怎样流进去的 那么 上面这个图 这是我们内皮细胞 这是内皮细胞 啊 这是主要的脑表面的 这是广义范围的 而不是说就是说 嗯 我们仅仅说的就是说这个颅底 颅底的大 那颅底肯定是周围威利斯华附近有大血管的 直接穿到脑子里面 这也 这个是 就是说 嗯 包括那些 只只要穿到脑表面 穿出脑表面的这些动漫 静漫这些capillary 啊 这个 毛细血管集的东西 都算 只要是软膜的血 软膜的穿出血管 它都可以 也就是说 更到了这一级的血管了 更别说这个大的血管了 所以说这 Vitual 呃就是这个 就是我们叫 嗯 叫什么 血管周系 对 对 血管周系 啊 血管周系是广义的是存在 威利斯华附近的这个 大传制血管之内 那么 这个更说明了 更更更更进一步说的是在 软 软脑膜的血管呢 穿上到脑皮层的那些毛细血管 这是这是更是有这种像现象的表现 而更微观的更解释了他这个 嗯 glymphatic 这个这个system 脑界的循环从这个血管周系流进来 是吧 这是传制动漫 这是这个血管腔啊 流进来 这个通过这个集体膜 这是这个集体膜 这个施以图的集体膜 他穿过来之后 他连续延续到什么地方 延续的是这个毛绿血管 包括动脉和静脉都是一样的 蓝营毛绿血管 那么这个周围的这个 心肌膠质细胞这个足秃 他这个足秃 表达的是 就是我们染色的染出来 表达的是gfap 如果他这个足秃上表达的是水通脑蛋白 这个是完全可以证明过的 就是说而且那也很成熟了 这紧密连接啊 输送连接啊 连接间隙这都有 他通过这个水通脑蛋白这个周系 把这个动静脉之间 就是存在着一个潜在的这么间隙 可以让这些脑机 可以跟组织液的交换 从而从这个足秃细胞 水通脑蛋白里 把它带到组织液当中来 就是动脑 就是说这个脑机循环 不管是入也好出也好 大概就是什么个驱动和驱出的方式 就是以一个流体静压的 对冲的静压的方式 让它流进和流出 大概就是这样 这单单的表现为是一种 因为我现在也是 也只是个人的理解啊 因为可能你跟那个老大交流之后 可能他们可能理解的可能 就是不同的人看不同的解剖书 可能理解的深度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这个一个流体静 静力学的这个驱动力 流进流出 就好像这个电流比水流流的更快一样 神经冲动 就是这个脑界神经冲动 当然比这个这个 修法周期这个代谢速度 肯定要比神经冲动要慢得多 但是足以说明这是有一些这个流血的驱动力的 后面那个图 后面那个图可以也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这个是 当时这个用的是什么 这个图简单解释一下 这是双光子的显微镜 双光子的显微镜呢 我们就是说这是老鼠的 小鼠也好大鼠也好一般都用小鼠 小鼠的这个 先说前面吧 之前研究的 不管是研究穿制血管什么也好 这个大鼠都已经处死了 那么后面研究的这双光子显微镜 是可以在不用离体的情况下 在活体情况下就可以观测到这个脑 脑基业的流动流动和这个等你打不同的tracer 它是怎么从动脑驱动进去 静脑驱动出来的 大鼠固定在这个双光子显微镜上 当时国内河北我记得可能就一台显微镜 它们那个实验室一共就7台这个双光子显微镜 这个就实力特别实力特别高 特别那个雄厚 然后就是把这个去骨瓣 首先前期给耗子去骨瓣 去完骨瓣之后 把这个软眼膜露出来 前期做一天准备 让这耗子适应 让它们不动 因为它是活体的 怕耗子挣扎 所以说先适应性训练 一天 训练一天以后 这个耗子就老老实实 那双光子显微镜呢 就可以观察到火体这个打tracer 它动态的情况 就可以看得到 那么大概的深度就是200V 200V现在双光子显微镜可能能达到300 400V 但是即使是300400V 有的局限性 它的好的一点就是说是Vivo 就是说可以它在火体状态下观测到 也不用切脑片 以前做磨片前可以切脑片 这个是在火体 整个让老鼠它就说包括做完了 它都是火体的 都没有问题 也不需要这个麻醉 当然后来他们研究的有一些就是说 在清醒和这个麻醉状态下 还有睡眠状态下 那个 我一会再说那个 就说 从一二年之后 他们就开始研究这个双光子显微镜 双光子显微镜就可以是火体状态下 观察到这个 这是放大的一个图吧 这是打开了这么一块 双光子显微镜照进去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CB10 3和2000 这是不同的分子量 不同的分子量 不同的颜色 那么可以再看到 在这大血管周围 它其实是个动态的图 就像那个 王老师 你那个 你那有一个动态 动态的主意啊 就是说它是个 这个绿的Tracer 我们会发现 它这个分子量最大的 它只是聚集在血管的周围 周围 它并没有深入到脑室内 跟组织进行交换 没有 大分子的东西是进不去的 突破不了这层血脑屏障 那么小分子的物质是可以进去的 CB10 这是血管 进了血管了 这是 红色的我们看标记 它是动脉 那个蓝圈这个标记的 它是一些静脉 我们还可以看到 随着时间的不同的推移 那么 第三 它为什么后来 逐渐变成蓝色 好 那么它的分子量越小 它逐渐弥散到脑内了 与阻裂充分的已经交换了 那么Beta蛋白 和Beta折叠蛋白 它为什么出不去呢 就因为它分子量比较大 它产生在体内的堆积 那堆积之后呢 导致它就是 这体内的代谢产物 预送不出去 还有一部分部分是因为 一会呢再说还有一部分 这是默制的一个图 默制的一个图 就是这几个图可能是 总和起来 可能到一起了 就是默制 这SPEED图 就是说这个分散开之后 它在不同的时间段 在30分钟你可以发现 小分子就完全的弥散 弥散开来了 那10分钟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动脉 和静脉都有现影 血管周期 在血管周期 这个D10的这个 那D3肯定是 这都开始往脑子里弥散了 那么D10的这些 在血管周期 也就是相对于说就是进去 那么越往后看 周围也可以 越来越能看到这个D10 小分子的物质 逐渐都进去 与组织也充分的进行交换 这就是为什么 这就是 这就是为什么说小 小分子的物质容易 容易这个清除掉 大分子的物质 只能停留在血管间隙 甚至就是说我们就可以理解 我们就宏观上讲 这其实都是分子生物学 微管讲 就是说可以从这个 血块啊 就像那些这个血细胞 血细胞 堵 堵在这个血管周期 那你就额外之意 额外之意你就堵在了这个脑界循环 阻碍它微循环的发展 阻碍了这个泪淋巴胶脂肪循环的发展 那么这样的话 我在磁床当中我也探着问题就是说 是吧 你得一次病就傻了 这为什么呀 就是说开一次炉 可能这寿命就减短了 或者你老年痴呆的这个这个 嗯 要提前啊 十年 比如五年十年 那么就有可能跟这个 受一次伤之后 他脑内淋巴循环 泪淋巴循环 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除了这些胶脂胶脂增生 即使他没有这种脑损伤 这单纯是说正常的 如果是说有这个 那个那个 嗯 专门下行出血 出血聚集在这个泪淋巴 就是把这个 Paravascular都blocked以后呢 他就有可能造成这种 脑基业这个循环的这种影响 就是微观 还叫泪淋巴循环吗 我们叫他 不能叫脑基业循环了 是吧 就是说脑基业循环讲 你可能是脑室都扩张 这可能是整个造成这种 一种病态的脑食指的这种影响吧 你就可以 我是这么理解的 就是 到时候有咱们再讨论 这个是说明的是正常 这是正常的一个这个脑界循环 泪淋巴循环的图 老年患者 这个还是Arzheimer's 这个有这个二次海膜病的这个 我们可以看通过这个血管周期正常的清除 清除的刚开始清除的这个β折叠蛋白啊 还有这个代谢产物 粉色这个表示代谢产物 聚出去很多 这时候水通胺蛋白足足 胶质细胞的足足表达水通胺蛋白是比较正常的 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 即使没有任何的这个发生任何性的疾病 那么你的水通胺蛋白足足细胞 胶质细胞老化了 或者是过应激的一种反应 都可以包括外伤也可以造成 出血也可以造成 也就是让你提前衰老 这种就是水通胺蛋白的影响 那么导致它清除力的减低 那有些大分子的物质你是进不去的 我做一些断股瘤手术的时候 我也发现就是说在脑表面 也不单单 当然是可能是在 因为我发现在导夜和那个微磁环 周围的脑组织表面可能多一些 脑表面可能是稍微少 但是还会有一些白色 或者是有一些发深的灰色的颗粒物质 聚集在脑表面 用水冲是可以冲走的 这些水通胺蛋白有可能 它不在足突细胞表达了 有可能就是在轴索上可能就有一些表达 那么进而水通胺蛋白就影响到这些净流体的驱动力 它们流出的就减少了 那么就是说清除率减少 清除率减低了 越来越这个胶质增生导致这个老年脑的感觉 现在这个脑萎缩 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但是我当时跟Jeff 我们去年还聊过一回 他说可能考虑这个 就找这个老年鼠 跟他就是单纯不做这个损伤 不管你是做外伤 或者除原 都不做损伤 他们可能现在在研究这个老年鼠 跟这个幼龄鼠 他们这个脑组织这个微臭循环的这个间隙 他们用双光字显微镜 可以测这个 用那个磨片钳也可以 可以测这个粒子间隙 可以测这个 他们就可以测这个细胞间隙的vascular space 不叫vascular space了 gliastrate space 就可以测这个间隙 那么可能在做这一部分东西 这是阿尔斯海默病的一个病人 除了是胶质细胞租租租租上的 这个水通到蛋白减少 还有包括一些这个代谢产物 大分子的这种蛋白 蛋白聚集 在这个胸化周期 他进不到这个 当然他进去了也可能在里面聚集 他不容易出来 所以说是也就是聚集的越多 出来的越少 他可能造成他损伤的越大 最后导致这个老年痴呆 其实这个不大概的意思 这个是一个正常人 我们叫这个white matter 就是说皮层下的脑组织 我们看 其实我们主要是看这一部分 这个vascular vascular循环的话 可能我们是看的是 可能会研究一部分脑勾 但是我们就是类磷磷循环 主要是看的这些 我这鼠标不知道您能看着吗 能看着没问题 就是可能是主要是看这些 那不是正常人的 这是这个类磷磷循环系统 这微观下可以看到这个 这是这个这个 二次海默病的病人 老年脑 当然是岁数大的 基本都是二次海默病 所以他们就研究了 老年的二次海默病的病人 这个血管周期 你看会发现 血管周期非常的宽 而且非常的多 那么再微观的看 这是轻度的血管周期扩张 这是中度的血管周期扩张 那么这是重度的血管周期扩张 那么这是血管周期扩张 并不代表着它循环就快了 而是代表某一些地方 就因为它是切片是不同层面的 是吧 也可能切到最里面 可能是这样的 举举物比较多 因为它是一个切片 它是间接的说明了 就是说这个越宽的 这个老 越老年的人 二次海默病的病人 它这个类磷码 血管系统的这个 血管周期是增宽的 说明就是说明了这个事 但是这也是 这是在一个这个这个病人的身上取的标本 这个图也是说明这是另一个实验室的人 嗯我忘了是哪一个哪个实验室 这个是另一个实验室的人 也是跟梅凯伊姐写了一个reviewer 就是这个啊动脉 嗯动脉间隙流入啊 与这个包括这些胶质细胞的足图呀 食通胶蛋白这些代谢产物驱动 流体静驱动力去用到静脉周期 然后啊移流走 就是这么个意思是一样的 就刚刚跟我说的这个大概意思是一样的 这个是说呃这个是针对临床向不同的那个 他们就在考虑针对临床不同的病因 只要是大脑 因为我们现在就像王老师您说的这个 内边马循环系统一样 它可以应用到不同的病人身上 去解释各种不同的病因 不同不同的病因 不同的疾病 还有不同的这个 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愈后 总体来说有细胞毒性这个就是这个会造成 就是比如说这个缺血会造成局部的这些水种 那么细胞毒那么这些中核心部位可能会造成细胞毒性的脑水种非常快 这在缺血在缺血巴胺带周围啊就是离子型的这种通道 会大量的开放那些这个纳离子会大量的进入细胞内液 进入这个坏死的这个细胞内液 那么会造成细胞性的细胞性的这个水种 因为它有个离子间隙的T度差 纳离子会大量的聚集的甲离子出来 纳解泵就会影响到纳解泵的正常工作 会造成细胞元性的脑水种 那么血管元性的脑水种 就刚才我说的那些一方面 就是因为血管受刺激 专门含乡刺激到这个血管 但是我们在考虑这个血管专门含乡出血 和外伤性专门含乡出血 这种刺激是不一样的 一种是这种叫外伤性的一种 血管壁损伤性的一种刺激 还有一种这就是 钙离子通道受到影响 它造成的一些血管周期的 血管周期的改变 血管精卵造成这个血管精卵性的这种水动 所以说我们就是在思考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能做的是我们及时的去改善这些 宏观 我们脑制造漏解决的宏观性的这个脑界循环的障碍之外 那我们还要兼顾到就是微观的这些类淋巴 所以我现在就想说这个那是两个不同的系统 一是是脑界循环的一种系统 我们要改改善 把这些disorder改善掉 另一部分要我们要解决的是它的 类淋巴循环系统的这些改善 如果这两部分都能达到那么解决真正 其实脑外伤我们遇到就相当 其实现在我们脑制造漏解决的问题 其实就是水肿的问题 就像你如果不动磋伤 你当时把这个搞掉了 它也行是吧 只要它不再进展就行 那么如果脑制造能解决的问题 把这方面的问题都解决掉 那么罗压下来了 可能上面这些问题慢慢也都解决了 就即使有这些脑梗的问题 它缺血巴胺带也不会再继续增加了 这是一个 这个图也是说明 就是刚才我说这个 纳迦邦工作异常 它从细胞外间隙 从缺血巴胺带到核心快死的区域 它会脑积液流量会减少 是吧 从组织膜或者膜间隙 它这个会从这个脑视纸内 细胞外间隙回带到细胞内间隙 整个这个就会造成这些这个水肿越来越严重 我们需要解决问题 要么你就把这些打通了 BBB 这这是个 这是 你们能看到一个 这是这个 要么解决的就是说这个 脑机也屏障了 脑机也屏障的问题 要么你就是在这些 上一个图这个 上一个图 这个 那我们解决上一个图 我们要解决的是说 在细胞水种 在细胞毒性水种 血管阶纳性水种 发生之前 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比如说这个病人已经是有恶性脑风出这种病 可能它已经到了这种不可逆的这种状态了 可能我们挽救不了它 所以我们就是说 要细胞毒性的水种和这个 离子 离子间济梯度 这个血管原性的这种水种 我们要和这个脑机 脑机 这个淋巴循环要结合起来看 综合最后判断一下 可能会找个未来 或者是找一个什么方式 是吧 就整体的 一 我们降低脑机也循环了 我们降低了压力 而并不是真正降低了水种 你是预防了它激发性的水种 而不是真正降低的是它的脑细胞 这是一个外伤的 就是我们做了一个 外伤的 这个绿色的水通酸蛋白 这是这个表示这个水通酸蛋白 这个红色的是胶质细胞 GFAP 那么我发现正常的 这个胶质细胞是很少 极少极少有表达的 那么如果受外伤了 这是轻度的外伤的 这个小鼠这个应该是 如果轻度外伤的话 你会发现在这个胶质斑痕周围 它会 它存在大量的胶质细胞的激活 那么激活之后呢 水通酸蛋白 水通酸蛋白是 间接是表在哪 其实就是这两个是在一起的 表达是在 胶质细胞的足图上 会有水通酸蛋白的表达 那么水通酸蛋白就大量的存伤 就跟我们之前说的那个图子一样 就是说水通酸蛋白你破坏了之后 轻则残是吧 咱们可以理解这个就是 重则残 轻则就是导致导致你可能衰老过早 或者是你出现一些 其他的一些这个 只要是类似麻循环代谢过程当中 需要受到影响的问题 那么只要水通酸蛋白受影响了 那么都会都会随之来带来一些的问题 所以现在从我们 说说哎这个好像是啊 不是最后一个 所以说从宏观脑界循环 到类似麻循环系统 也讲我们解决的是 从不管我们现在我们之前手术做的是 不管是脑池燥烙也好 是 还有叫 微痞分流也好 我们改改变的是 宏观脑界循环的这种理论方式 当这个类似麻循环这个系统出现之后 可以更深刻的认识到 它微观是怎么运行的 还有就是说 在宏观的概念之下 我们能不能解决 既解决宏观的 又兼顾了这些微观的 类似麻循环系统的这种 这样的改变 那么可能会提高别人的愈吼 所以说从外伤 专门出血 还有这个脑出血 就是动脑流是出血 还有这个 就是说一些脑识性的疾病 这些 只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有可能是开辟了这种治疗的新思路 可以说 最后 最后的这个图是 他们研究的说 因为人他想的是人跟鼠不一样 是吧 就是说是在直立 耗子在直立状态下 侧卧位和平躺着状态下 他脑界循环的会有什么样的 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就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说 侧卧位和阳卧位 脑界循环的 循环的动力 要更大于他直立这个正常状态下 这里面需要提出说的一点就是说 15年他们在这个实验室是基本上每年是CNS上 Nature Science Cell或者是上面 他都会基本都会发一篇文章 比较牛的事 然后 研究最新的研究结果就是说 人在清醒状态下 就是泪临麻醉循环系统 是一个非常缓慢的一个过程 是在什么 是在麻醉状态下 和这个 麻醉状态下和睡觉 就是静气状态下 脑机也循环 这个速度是最快的 也就是说 我们在休息状态的时候 就跟这个其实是个大鼠是一样 也可以 间接的可以反映这种过程 在休息状态下 脑内的泪临麻醉循环系统 是非常活跃的 所以说是正常我们这个 清除一些代谢产物的这种机制 更快速的 是应该是在你睡眠状态下 和你静息休息状态下 人工作状态下 即使咱们说过不好的效果一样 就是工作脑子转的再快 其实也不睡眠状态下 脑子是工作是运转的是最快的 要比正常 你清静状态下 运转的还是要快 因为它是在不断的 就是带更快速的带协调 你就是脑内的这些 血管周期 就淋漫循环的一些场地 别的就没了 这是我反正就是我的一些理解吧 stop这样是吧 嗯对 嗯 非常好 就是 邀主任把这个 胶着连把循环给咱们做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介绍 而且因为它做过这方面也就可能对这个认识更清楚一些 实际上就是说这个胶着连把循环因为从12年发表这个文章以后对于咱们 脑阶里面的脑代谢是一个新的一个认识 那么实际上就是艾培医生做这个手术之前 它实际上它的那个文章就是十年1500例就是一个零创资料的比较 因为尼泊尔是咱们亚洲经济GDP是最后的意味的 你要让它进行更高质量的也就是没有这个条件 那么它做爱这个手术以后在咱们宫内也讲过 它因为是最早要推行去古败复卫 包括脑腺病人 那么咱们中国的好多专家就是接受不了这个东西 一下子你要叫古败复卫 你用什么依据来说服我 因为它有的就是这么一个零创资料 那么就是说后来12年发表以后 那么这个它这个手术的理念和这个东西相吻和 这样的这术术在这个基础上 它也提出一些脑子也意味像水肿呀什么这样 这样的话它现在就是说看核磁在素装核磁 因为它现在这个手术的调节好了 我在做这个脑子皱了之前做一个核磁 那么做脑子皱了之后再做一个核磁 看那个里面的脑子里面的水的变化 水含量 血管周细水含量变化 它是可能有业障这个东西 因为它这个需要大量的一个基础实验 那么有这个内核磅胸胸胸以后 它这个手术从理论上可能得到一点的解释吧 我觉得这是对它一个很大的保证 要不然你单纯讲一个我病例就这么个情况 你让别人幸福 现在就是说咱们要拿出一些证据来 拿出一些证据来怎么样去呢 证实你的这个手术确实对病人有效 这是最自观重要的 你要有时候我出去也讲了很多 他有的人说脑压那么高 你怎么能把这个脑子定取 是吧 别的人根本就觉得你这是无极自弹 是吧 有在这个基础上你做过一些手术 再从理论上去直接的去 让大家去认识这些东西 这样的话你才有进一步的去 一起谈的这个情况 这个基础 还有谁在留言 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问问杨主任 杨主任 杨主任那个啥刚才听你这个 听你这个讲的挺好的 然后我那个博士期间也做了一些 就是这个关于这个颅脑外伤这块的一些工作 然后看你刚才就是讲这个 大就是这个血管周系这个 血管周系这个是存在于大血管的周围是吧 现在主要的是穿肢血管 大血管其实更是一样 就是我们脑池周围就是代谢的产物 其实现在想想他们说为什么有脑池 还有为什么有这个有的地方 周末间隙比较宽 宽的地方都是脑界代谢循环比较旺盛的地方 包括这个我们打这个tracer进去之后 你可以看到这个颅底啊 这个脑界循环是比较旺盛的 代谢的大的产度呢 但是说是虽然是多是这 这方面是居多 但是整个的脑表面只要有这个软木脑血管 穿肢到脑子里都算 整个的立马血管都是存在的 其实咱们这个做这个就是脑池这个引流的话 它就主要是主要是一个引流的一个作用 就是把这些咱们这种分享的话 它就是什么 它的产生再加这个管道 然后再加它的引流 这是相当于有产运 然后再有一个引流的这么一个作用 就是引流的这么一个部位 就是从那个你刚才说那个 您刚才说那从那个动脑端 然后到这个静脉端这么一个过程 就这么一个运输的过程 咱现在其实就做这个引流的话 可能就是把这个就是第三部分 就是引流这块 可能能给就是解决掉一部分 但是从这个动 您刚才说那个就是那个 就那个像气氛胶脚脂细胞 AQP4这块 它是其实是在中 就是转运的过程中 就这些蛋白质的 就是这些蛋白分子 它是从那个转运的过程中 它就相当于给结了 它这个就过不去了 但是这块的话 咱们做这个引流 将这一部分的 我觉得要如果做这个引流的话 可能效果会差一些 如果要是产生这个 但是刚才我看 您刚才说那个是AD患者中 这个血管周系是增宽的是吧 对 这块是 这块怎么怎么理解它这个呢 它这个周系增宽这块 周系增宽这块 它能给这个 你看他那个图啊 他那个图 我不知道您那有照片了 我大概记得那个 他那个图并没有 并没有显 并没有显示到 真正的血管周系 这个绿色的 就是从来 没有 没有真正的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它只是还是相当于就是怎么说呢 它放大了多少倍啊 你想微观的就是微米级的吧 它这个几乘几 我想啊 2.5倍 脑子放大2.5倍染色 然后那个是放大了100倍 也就是说仅仅是HE染色的 比HE染色 HE染色就85倍 就是高一级 它并没有真正的观察到血管周系 就是怎么说呢 这叫 也就是说 穿动脉 穿到脑子里面那些 它并没有真正的观察到 也就是说 相当于我这比划一下 就是说这个血管周系 从粗直线到细的 它只是在这个地方 把它增宽了 但是其实在最深处 它肯定是有聚集物的 我明白了 明白了 它是切的不是一个平面 它就相当于一个 这就不太具有这个合体性 对 对 还有杨主任你开始说 那个其实 你刚才开始说 那就是那血管周系到最后那个部分 其实那就是悬导 这样的 PBV 就是那个 到最后那一步 叫穿动脉 穿动脉穿 穿之最后 它落到这个基底膜上 基底膜和血管周系 就包括鸡膜 血管鸡膜 那块应该组合 组合起来就应该是一个血脑瓶 让人 中脉穿到脑子里 即使你再想象 再想象的话 你可能有个血管也有一个周系 它最后最终会没有周系的 到临界没有周系的时候 那就是一个血管的基底膜 这个基底膜 然后对 然后就是跟这个 吸引胶质细胞的足秃 有相连 吸引胸质细胞的足秃 现在毛细血管是在动静脉之间 对吧 毛细血管 是在动静脉之间 就相当于就有一个中间的戒指一样 我们叫 也就是足秃细胞包裹血管 包裹血管 包裹血管之后 它最终会消失 那么消失之后 它就这个组织液 就进入到足秃细胞的水通氧蛋白上 然后就进去走了 你就理解 这个足秃细胞是这么 两边都有足秃细胞 就是这个血管 是吧 足秃细胞把它包围了 这地方有间隙 这个水就从这进来了 这是血管 这是血管 这是血管的末端 可能就看不见了 通过肌底膜 进入到血管周期 我之前做过电镜 我之前做过电镜 就是您说这个 就是做过那个 看过那个血管 电镜能看那个血管 血管的话 可以看到明确的 这个心肌胞细胞水肿 对 紧密连接都能看到 紧密连接 还有这个积膜 你确保内皮细胞 紧密连接还有逐突 看见那个外伤后的 这个心肌胶的细胞 的确是很肿胀 但是这块的文献 我也没有深追 深追这块 只是看到一个结构的改变 反正我的力线 听到这个假设以后 这个APP4可能 对 还有就是说 这个清醒状态下 您刚才说 这个清醒状态下 这个是比较缓慢 休息和这个麻醉状态下 那这种可是不是可以 引生到这个人经常熬夜 清醒状态 然后就容易得这个AD 这种我听出点这个延伸的意思 但是又说好多人不是说 脑子越二次还不病的人 脑子越幼越聪明 每天得算点提 一样干嘛的防止延缓 这是不是会适得其反 这文章发到Nature上了 这个应该是有 现在我看到一些 就是我看到一些 关于睡眠对人体的作用性 因为这个系统 在就是咱们睡眠的时期最活跃 睡眠的时候 咱们行行气泼的时候 说这个血管周期扩大 也大量的代谢废物 白贴记载下的代谢废物 都要用了网上来进行清除 而且他说这个功能在吗 白天只有5%的工作 那么95%的这个清除费 我都有考晚上 这样的话就是说 这些睡就不好的 尤其是他们举顾撒气尔夫人 和那个丘吉尔之类 这类型的 那么这类型的 就是光总花 一天睡个三四个小时 这样长期继续下来 他那个代谢废物 清除不就最后老年时代了 是这么一个情况 这是临床性研究 还是您也看了这个文章吗 我是看了他们这个文章 举到这么个例子 说他们这些人工作宽 最后老年痴呆了 可能是一种 你没看他们的实验室 发那个文章吗 我是忘了是拿个文章了 具体我是看过这么个东西 对 对 我看杨泽 这个就是您说 双光子显微镜 这个真挺好的 他是说 100微米 是能看到皮层下的100微米 对 然后您刚才说 第十 第三 第两仙 那三种 标记物 Tracer 它那个是相当于 它分子的直径 是吧 分子量 就是十三个多两千 分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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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分子量 对 感觉是 距离没看 我应该觉得分子量 分子量 我看那个文章 我看那个 那个有一个 W 挺好 挺好 就是它有两种方式吧 一种是注射 就是打 就叫System Magnet 就是打在整大池 这个地方 还有我做的那篇实验室 陈大池跟腰大池 腰川 这个不同的时间的对比 它清除率的对比 我那个 后面他们就是打吹吹代谢 然后就是让一个耗子 就在一个笼子里让巅峰扇 就是转吧 就跟咱们这个卖猪肉上的 赶苍蝇那个东西一样 然后他老是不让他睡觉 就是老是老是 然后那个耗子就是一个是有麻醉状态下 还有一组是让他这个相对来说轻轻往来下 然后让他取不同的这个脑机 然后 现在就是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应该充分理解这个 因为我觉得我了解的是片面 就是说这个 就应该我们对这个东西了解的更深刻一点 可能就是说 因为我现在也在想就是找一些神经内科的人 或者是一些真正是做这些东西的人 他们了解的更多一些 咱们就是连起来 有可能说是提供更多的思路 去解决临床当中的问题 而不是光停留在实验室里 是吧 就是说把这些东西说一下 包括我现在在说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 我是不知道你们理解的这些是什么样子的 就让我认为理解脑界的循环 跟雷尼玛的循环是不一样的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这个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因为咱们脑界是脑手里面卖了从产生的 那么卖了从产生的从侧脑到从思脑时出来 出来以后他到了桌门下枪 那么桌门下枪掘着血管周系 然后走向交止血管 然后再业着摩西血管再进满次 这么一个 那么我理解就这个 比如说脑时系统这是上游 那么交止领埔循环这个部分就和下游一样 它是中间的一部分应该属于 或者可以独立分开的一部分 独立分开 那你他和咱们下枪通 到咱们的脑极液从来以后到了咱们 当然这个过程中整个内皮细泡也会产生脑极液的 对对他这个内皮细泡他就是把脑极液的脑极液出掉以后 脑极液并没有明显的减少 原来就是脑极液是其中产生脑极液的一个地方 那么这个整个这个 液着这个血管周系 包括咱们内皮细泡 血管的内皮细泡 可能也会产生一些脑极液 原来就是这个里头 还有一部分需要更进步的认识 目前来讲我大概理解了就是脑极液是一种上游 那么咱们装不下墙再到这个后面 包括胶脂粮巴循环到后面这个静泪 这算是下游 我大概这样去理解了 谁就说包括以前就是包括我们主人以前也在 就是脑内有没有淋巴 就是最后我跟他说的就是我们就理解成 泪淋巴 泪淋巴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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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叫泪淋巴循环 你可以理解成胶脂粮巴循环 里头还有一部分需要更进步的认识 目前还叫我 他就是个胶脂 通过胶脂细胞 来代替这个淋巴循环的这个功能 所以说叫这个泪淋巴 或者叫胶脂粮巴循环 有什么问题吗 苗啊 苗啊介绍一下自己苗啊 苗老师 苗旺介绍一下自己 还没开放了是不是 啊开了开了 苗旺听见吗 苗旺 哎哎能不能听见 哎听见听见听见你说吧 啊 谁介绍一下自己 谁介绍一下自己 啊 谁玩的认识 哎 我认识三星星科大学第一月 那个神经外科的那个苗旺 那个是王永宏是我师兄 博士师兄 他之前这个也给我讲过很多次 然后我们在临床中也应用到很多这个病例 呃 包括 呃 包括这个猪耳膜症状出血 就是动脉流性的猪耳膜症状出血 脑外伤呢 还有刚才那个刘幼儿问的这个大明星脑梗死的这个病人 呃 都都有做过 然后这个效果也比较明显 但是在 在利用 在使用这个技术的这个过程中也产生了很多疑问 嗯 我觉得这个第一个我觉得这个 他这个高 就是就是刚才那个郭主任好像也讲过这个 高血压脑出血 和这个脑室出血 猪耳膜症出血 还有外伤 大明星脑梗死 这几个病它是不同的这个病因 那么它的机制也不一样 那么脑石灶漏在里面发挥的作用机制应该也是不同的 呃 这是我第一个感觉 呃 呃 因为这个猪耳膜症的出血 就是动脑瘤性的猪耳膜症出血 呃 现在这个开刀做手术的 包括斯塔斯边呢 也是这个介入酸塞的越来越多 那么将来这个趋势就是 我觉得这个呃 如果它合并有角度的猪耳膜症出血 那么做这个脑室外引流 或者做这个腰大尸引流会更多一点 那么不会单独的为了做一个脑室灶漏 然后去做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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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刀手术 我觉得这个这个这个病是这样 然后外伤这个这个呢 这个效果要更明显一点 然后外伤它这个机制呢 就是王主任讲的 他有一些这个呃 合并有猪耳膜症出血的 包括脑挫伤 它里面是不是有细胞原性的水种 还有组织阶系的水种 还有血管原性的水种 外伤应该是这种机制最复杂的 呃 然后这个脑结验呢 从宏观整体上 解了解清了这个脑 颅腔内这个容量 然后改变了它这个循环 呃 而大明天脑梗死的病人呢 我觉得做这个灶漏啊 那个我们做过两例 效果倒是挺好 但是手术过程就比较 比较比较解苦了 咱们传统的去骨瓣 把这个硬膜敞开就结束 这个手术很快 但是我们尝试的把硬膜解开 硬膜解开也是先开一个小口 这个脑子就像那个牙膏一样 很快就挤出来 需要大量的切除脑组织 然后才能造成 形成一个一个到达炉底的这个通道 但是病人病人术后都挺都挺好 基本不需要用用用甘露唇 我在用甘露唇的过程中 有有这么三个病人 都出现反射性脑策 然后跟那个王室友沟通以后 这个很快这个逆转 头低脚高 然后补液 然后停所有脱水药物 然后尤其是这个脑肌液的脱水量 要颜个管理 每天不能超过200 150到200 这个效果挺明显 然后这个引流管 我们没有这个专门的这个引流管 我们的经验就是使用这个 腰大池这个引流的这个管 但是这个管阶段是比较细的 我们在放的过程中 造成这个桥切齿静脉的出血 也是很复杂一个情况 所以有时候做这个手术 一个造漏外伤的病人 或者是如果压力不高的情况下 很容易 因为我们做动脉瘤啊 做颅底手术也很毒啊 但是如果脑子肿胀的很厉害 这个应该些血的捏液捏液下回 部分切除以后 做环齿解压以后 再在这个第二阶或第三阶期 可能会更轻松一点 最后我有几个问题 我就想问一下 就是咱们做这个脑子 做这个 力力亏斯膜打开 沟通目上下这个脑结的循环 那么 那是不是这么理解 就是这个桥切齿是它一个关键的 一个限制脑结循环的一个 关键的一个脑池 也就是卸制了这个 按这个传统的理论 应该是从第四脑池的 鲁石孔 然后向两侧引流 然后再通过这个桥切齿到木上 到大脑的表面 那么为什么不做一个 腰大池引流 它不是腰大池引流也能充分 引流的也能达到咱们的引流量 第一个 我就说腰大池能不能代替这个 部分的脑池造漏 另一个就是这个脉络虫 就产生脑结 产生脑结的地方 不是不应该是脑死的脉络虫吗 这个我也不太理解 然后 其他的 就是这些 这个 首先 有山东的那个华主任 华旗边主任那儿 就是外商 做卖下初学 可能就是三天以上 他要做腰尺引流 他那儿基本上就是说 都是做腰尺引流 而且效果也可以 那么这样的话可以理解为 就是说我们把血腥脑这些能在一定的时间来清理掉 这是可能对它有效的 这个我觉得这样该是一个共识 有血腥脑这些对病人肯定是有害的 对吧 咱们把它引流出来 对病人的愈合是有帮助的 那么这个为什么解开Lily Crism 这个就是我是从Lott这个文章上看到 他有这么个认为 那么这个Lily Crism有什么功能 他在这讲了一些 就是说这个 中华下初学以后 因为他的Lily Crism很跨目上目下 那么这个Lily Crism 接聚了很多的血腥脑 这样的话就是说 把他的这个脑界循环受到影响 比如说形成一些小墙 这个这样的话 就是对于他输后的也叫脑界水 包括咱们脑界循环 类似于这个 类灵巴循环 他那个 有的时候啊 求其实都是血 血很多 尤其琢磨下初学的时候 你打开以后 整个血腥脑 整个在Lily Crism 上面聚集的一层 那么这个清楚了 可能对他的脑界循环有包住 那么还有一种状况 就是我们在外伤中 看到一部分病人 有一部分病人 就是说Lily Crism 它就自然就是开的 你打开以后 Lily Crism 它自己就开了 那么这种时候 这个病人 有时候他的 有些病人看上去 病人很重 实际上他的路压也不高 那么最近 上个字班 我做了一个脑外伤 他这个脑外伤 在交成处的事 完了以后 第一张片子 就是说左侧 它是右侧是约发烧 左侧是对策烧 左侧的硬木下血腫很多 而且压得脑得明显的异味 那么这个当时的病人 是什么情况 就讲不清 加水也讲不清 那么来我们这儿 扶擦片子以后 这个左侧的硬木下 血腫已经吸收了 第一个话 就是中性 付了原味了 那么我开了Lily以后 整个企业Lily的 对国平台 还有斜坡这地方有骨折 那么这个时候 我理解是不是 这些地方骨折以后 脑界也将 脑界也将 漏出来以后 对它的脑界循环有帮助 那么这些硬木下血腫 才可以这样吸收掉 那么这样的病人 就打开以后 我的颅压 就是没有超过 五个毫米光度 整个全程 这个手术过程 就是三点几 那么手术以后 也就是个八九的样子 手术以后颅压一直不高 而且这个病人 在赖我们这儿 右侧的通口大 就是这侧 也有一侧的通口大 因此这样的病人 就是说 这个地方的这个 结构和功能 需要我们去 逐步的认识 那么就是我 因为每次在外上 打雷糊 我说这个模的 作用是什么 在Lot这个文章上 他得到这样的解释 我其他地方 没借过 对于Lily Criss模 这个功能的 也有个解释 因此他就是说 这个解释对于不对 至少说 从他这个现象上 这个Lot打开 Lily Criss模 可以降低 出后脑袭水发生 那么是不是 其他的人 也可以这样去做 再探索这个东西 这是需要探索 因为这个东西 实际上很新的一个 包括脑袭走路 咱们国内 做的人也不多 那么 估计上也不多 估计上就是 IP那儿做的很多 其他的话 尝试自己能去做 印度人可能 做了一步 那么这个过程 需要 第一个 需要建立 临床的资料 第二个 事实上 需要一些 临床的研究 你比如说 引力脑子炎 脑子炎有些什么东西 那么引力脑子炎和 不引力脑子炎 这两个区别在哪 这是有一些 两创的观察 和实验室的支持 那么这块 咱们需要去研究的 原创就是说 我们现在 只是一种 线小 就是我们这样 做了以后 对很多的一些病人 你像 我的一些病人 可以省去 聚关减压 那么一个办法 就是说 可以 可以受到 住院时间 那么省去聚关减压 可以省去 大量的医疗费用 那病人不用如果成行二次手术 不用 不用花那么多钱 不用受那么多罪 而且 从目前来 这个聚关减压 对胶着联网循环 是有损害的 这样的话 可以提高病人的愈后 那么目前来讲 咱们只是 探索这个东西 那么这里头的道理 你要讲这个道理 你讲上一套 背掉 那都大家认可 是吧 需要大量的研究去 这个研究还需要 接下来的更进 就是 我认为 就这么个问题 那个 师兄 那个 为什么 那个 我有这个语言 我记得有一次 你去上海 参加一个会议 当时是哪个教授 高国一 还是江基饶 这个问题 说你为什么不做一个 跟这个腰大尺引流的 一个对比 都是引流 对 我当时我也觉得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然后我就在 后面的病例中 因为我们这个 中文相当出血的病人 最近我自己也做了个 做了三个 一个大脑中 一个切交通 一个后交通 然后这个 我感觉这个病人的 这个 育后的情况 跟这个血肿的层后 是密切相关的 如果这个血肿很厚 三个病人 我术后都常规 我都虽然都把这个脑池 充分打开 但是都没有留 这个 这个引流管 因为我没有 没有专用的 这个管 而且另一个我发现 调且持这个血肿的厚度 还有因为他 他这个地方出血 有时候会很多 他的厚度 有时候你并不是在树中 有很长时间 也清不了这块的血肿 最后 最后我就 我就放弃了 因为这个地方 再清这些穿肢 就要 交通或卖了换钱的 穿肢可能在清血 这种时候会损伤更多 然后我就没有 没有管他 术后这个扑他 扑的病人 也没有明显的 这个有肌力截躯的 或者伪装核的 或者这个咱们常见的这些 穿肢血管的梗子塞 都没有 然后我就术后第一天 因为术中咱们给他 肯定充分放脑肩了 所以术后第一 术后没有立刻留腰大石 术后第二天 有所有的病人 都给他常规留腰大石 之前我们 我跟王主任刚开始 他是很反对这个 因为我们曾经一个病人 因为这个脑散过 这个这个 危险 对危险 所以就每天经常做 一到两次腰穿 但是这个当你病人很多的时候 这也是个问题 然后有了你这个理论以后 我觉得这个 术后面相像出血脑结的管理 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把这个动脉瘤和术后面相像出血 看成这两个病 所以说你为什么说 介入和开炉都可以呢 为什么 我觉得就是因为 动脉瘤是动脉瘤 然后他出血是出血 所以说 端分针对出血 出血我觉得他的主要机制 还是他对脑结的一些改变 他到底有什么物质 什么毒性物质 我也不好说 但是我觉得就是你说的这个 反正把他 有块东西给他引流出来 就肯定没有错的 所以我就给他放腰大池 腰大池呢 管理中就会出现问题 有的病人 刚开始压力就会很高 所以这个腰大池 我刚开始可能 有的病人压力高的时候 甚至放到50公分 然后再逐渐给他放 就相当于一个阶段的做 因为我觉得做了这个腰穿 你竟然可以 为什么腰大池 只不过我把它改成阶段的开放 不是也一个道理 然后这个病人 每天逐渐给他下调以后 我觉得这个效果也挺好 我觉得也是一个办法 所以说我觉得 他跟外伤的病人的机制 可能还是并不一样 可能这个脑尸造漏 对外伤的病人 效果会更显著 因为他刚开始也是从外伤的病人做起 然后现在在逐渐扩大他的适应症 但是我觉得就是什么病人合适适合做 这是一个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 因为像你这个情况 就是前面有很多的血的话 你让现在让王主任把这个拐子建回来 美东力这个拐子 我觉得用起来是很安全的 那么现在就是说腰池引力 就是你刚才说的 如果压力高你是不放心的 而且管理如果不到位 病人脑散 我们也出过这样 叶方尤齿很快出来 脑界很快病人脑散了 最后不行了 叫做这种状况 如果是比如说病人情况很好 一下子出来出现这种状况 是比较麻烦的 那么这个脑吃引力的好处就在这 它不会出现这种状况 就是说这个脑界管理到位以后 你不要引力的太多 有时候退步假 就是说我这个脑 反常脑散就是弩亚低的时候 你肩固调整这个病人还快调整过来的 那么这个脑散 你因为腰池引流在弄个脑散 这样的话就是有时候不合算 这样的话就是说你从上面引流 包括咱们现在的 脑齿护肖风流和那个 腰池护肖风流一样 都充在这样的问题 这个腰池护肖风流 就有的专家就提到这个 行动比较多的下散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么咱们从上面走的话 相对来说这个压力方面 就是说会引发这种病发症的几率 消贷者 当然这也是个普通的认识吧 那你有时候有这样 这个腰池引流的管理到位了 可能也行 也能起到很好的效果 关键是把水性脑机的扩清 这个是最后达到医药的目的 我觉得这个你最后说的这个很正确 其实什么都在于管理 这个腰大池 其实你刚开始要还是要用甘露醇 还是尽可能把它的颅压要降一些 这样他引流 他只要他一旦打通以后 他引流通畅以后 每天把引流量一控制 每小时控制到他十号针以内 我觉得他也是比较安全的 然后还是得反复跟护士 因为到后面我这些病人 刘腰大池病人 专门上初学病人就跟家属讲 他每小时给你盯的 我觉得这个只要你沟通清楚了 把要点他的高度和头之间的距离 时刻注意 引流多少 每次翻身 排为一个小时翻身 要看他有没有渗出这些 降低感染的几率 而且我觉得他好管理 就是他感染的几率也很低 而且咱们想嘛 咱们猪耳门上初学以后 这个病人 其实他这个整个猪耳门上 包括几岁的猪耳门上 也都是血 都是血 对 对 所以说他这个也符合 这个脑肌循环的这个通道 你从上面引流 对下面的引流 我之前就是做腰川 就是上面包括脑手外引流的病人 你十天以后再给他做腰川 他刚开始流的血 也是很厚 很稠厚 对 对 所以我觉得下面的血 他很难循环上去 对 这个和外伤呢还是不一样 外伤呢 他可能脑组织的损伤 本身的损伤要重一点 而猪耳门上的出血反而相对轻一点 然后你通过引流脑肌呢 是降低他的水肿 可能是不是降低细胞本身的水肿 是吧 细胞原型的水肿 或者就叫还有这个组织 叫阶制性水肿 两个机制不一样 就好像外伤的病人做手术 这个脑子很脆弱很容易磋伤 而中央外伤出现及时五级的病人 你也能通过脑伤或者是怎么样 能到达这个动脉瘤的部位 对吧 但是外伤的病人你很难说不切脑子 你就能到达地底池 还是感觉不一样 可能但是我们外伤毕竟今天 嗯 嗯 嗯 杨准 哎 啊 你还有时间 什么 没有 我这买了 对对 嗯 那就下来让留言 留言讲一下他那个 嗯 写威兄弟 今天就太晚了 看 看 嗯 Professor John 我刚刚刚才在里边说那个啥 是不是 Stop Stop Carding 哈哈哈 什么Carding 那么咱们呃 那咱们呃 那咱们看看看看看看他怎么 那刘的脚还是什么 10時点半 要不要我迅速的说一下吧 啊 行了 你 讲一下吧 嗯 讲讲啊 快点快点说就行了 啊 共享屏幕啊 师兄能看见吗 啊 可以可以可以 嗯 嗯 哎 前面前面这个 前面ub 呃 那个王主任和杨主任啊 都进行了 还有之前的郭主任都 进行了一个 比较 是就是临床上的一些 遇到这些实际的问题 然后呃 杨主任讲的是 这个呃 杨主任讲 这个是呃 基础方面的一个研究 我这个呢 就相对来说 比较小儿科一些哈 每一个神经外科都应该 掌握的一个 就是显微操作的一个技术 因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因为我在那个宣武医院那块吧 就参加完这个哑班学习之后 自己也有一些心得体 我现在回来之后呢 我自己在自己家里边也整了一套这个 平时供自己训练 也就是自己玩的这么一套东西 跟大家也分享一下吧 这大家都知道哈 鸭爷这个是father of modern new research 他这他这个早在1977年就发表第一篇 这个卢内外大桥这个文章 然后他这个文章呢 他这个文章主要是他他写这个文章 之前啊他参加了他这个在动物身上 就实验室进行了很长时间的一个训练啊 所以他对这个显微镜的认识啊 以及显微操作的的确是应该咱们神外的 第一人哈 然后我我看前前段时间我看这个就这个 辅导辅导教授这个他这个网页上 卡罗琳娜卡罗琳娜神经科学研究所 这个网页上他他是有他是里边有一句话 我觉得是特别 呃 特别那个什么他提到了这个 把把这个神经外科医生 还有这个住院的住院医吧 这些进行了一个高度的 进行一个高度职业化的一个训练 怎么样就是进行这个高度职业化的训练呢 我们现在这些年轻医生不要从零开始哈 这些的训练我从三个方面嘛 来说一下 哎 智宁也来了哈 那个不知道这您也参加过这个 香武的哑班没有 我没参加过哑班 只参加过那个大班哈 好好好 那个那我就说一下这个哑班这个哑班这个事啊 呃 实验室的训练呢 这是这是这这这也是压也 这宣武医院他那个就那个 哑班呢 就是把压也那个 外接就是他那个一套训练方法 基本是原本引进到国内的 这也是领导的对咱们中国这个神经外科 就是呃 这块培训的这块一个特别 特别先的一个先进的一个理念嘛 进入咱们国内 这就是宣武医院那个 啊 呀班 这这有呃 这是有六台显微镜啊 一期每期这边上还有一台 就是这个这个的边上还有一台 啊 七个也就是27也就是14个人 因为每天是上午下午训练 你看这上边有低功率的这个电影 然后这是显微镜 每个显微镜都配一个显示器 啊 这台这还是这下边有一个那个什么 就是这个啊 客客路的光盘客路的 这就可以录像的这么一个 这个座椅都是可声匠的 然后在这个 这主要是练习的东西呢 就是用小鼠 用小鼠来练习 然后通过这个 四个月吧 接近四个月的这种显微训练吧 可以得到这么一个证通过考试以后可以得到这个证 这个证一般通过率大概是14个人一般通过 五六个吧 五六个大概就是这么 每期大概就这么个一个通过率 通过之后 之前 亚烟这个身体比较好的时候 他每年来的时候 呃 就是要 要 要他亲自签字 然后和领导他们俩人签字 现在17年的时候 亚烟那年没来 所以就是领导和现在的 宣武的红旗主任 他们俩的签字 啊 然后这个亚烟这个训练项目呢 就是 这么 主要分这么几项 克字一天 红手套皮三天啊 然后腹肚动脉两周 啊 分离两周 然后吻合两周 而分离这个卡 这个小鼠这个卡绝管分离两周 然后再加这个卡绝管端侧吻合两周 皮板移植两周 十一笔肾移植两周 其实这个 就说这个两周两周 尤其是到后来 就是这个自己皮板移植和一体肾移植 这俩是特别 就是难度 就是已经到了 已经到了 其实就是怎么说呢 对于我们那个新机 就是新开始练的这个 通过前半这段时间训练 这两个已经就是练 有一定很大的难度了 就是让人有点发起的难度 然后这个准备的物品 就是一般是从10个零以上准备吧 10个零 11个零 12个零 都可以 这个缝合线 一般我们在宣伍那块链的话 是用12个零的缝线 主要是显微器材能用到16厘米的镊子 16厘米的两把显微镊带平台的1.5毫米 这个眼科剪刀 一把弯简 一把弯简 那只简没有 那只一个针池注射器 这个是连杆夹 搬夹的 然后夹子 夹子农业 这就是基本这就是客字 那上次在山西那块就是郭主任上司举办会的时候 然后过去我也把这一套就简单的在那讲了一下 这是客字 完之后呢就是这缝手套皮 当时那个跟刀锋合作了吗 刀锋给提供了点人工血管 然后这是缝的手套 当然缝手套皮的话就是可以用7个零的 7个零的线 可以不用10个零的线 这个呢是我用那个人工血管做的一个 fessional就是那个鱼口的一个稳 稳的17分左右 我这个讲解就是比较那个什么随意了 大家可以有什么问题 咱们随时打断随时讨论啊 就是相对来说很轻松的一个 然后复族动脉吻合呢 我在PPT里边放的就比较费劲一些 我直接在这里边放 然后这个就给大家重点就介绍一个 因为有很多训练项目 我就剪重点的就说一个就行 就是把我把那个都剪了一下 大概剪成一个5分钟的一个视频 首先把小鼠码好以后 码好放的 然后就开始剪剪开这个鼠箱 然后把机箱做好这个棉片 把这个肠广还有里的腹腔的脏器 用这个自制的小拉钩 拉开 拉开 然后这个主要是暴露这个辅助动脉 这个动脉 然后做棉片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下边这个就是那个下腔静脉 然后这是辅助动脉 然后进行一个分离 分离 当然这个过程中会出血啊 可能如果出血 他用那个低功率那个电瓶可以影响 然后把然后电瓶 不是电这个手套皮 电起来之后呢 然后把这个外膜 血管外膜第一修剪 修剪完之后上这个两管夹 上这两管夹之后呢 可以把这个调好这个间距 调好这个间距之后 把这个血管往中间拉一拉 看都是敌的是血管外膜 轻轻的敌 轻轻的敌 向中间这个聚拢一下 因为如果这要不往中间聚拢的话 这种夹上直接血管是会回缩的啊 所以这样夹完之后 减完之后冲水 冲水冲洗一下这个血管枪 然后进行一个染色 感色 染症有点多 然后拿水清一下 也不要紧 这个血管直径大概是一毫米 一毫米的血管 然后吻合第一针 这个是先吻 先吻两个锚定针 完之后找终点 先吻一面 然后再吻另一面 这个一般吻是有八针 这种 这种就是 端端吻 端端吻合 这种一般是有八针 这个一毫米的血管 用12个链沫层线 四分之一弧度 无创的链河针 其实难度还是一开始 对于一开始训练好 难度还是相比较大 看就这个 就这个 就这个 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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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就是一个 一般我们就是在初学的时候 一般都是双手打绝 用两把镍子打 两个都打正结 所以就是打一个正好打一个方结 徐滨主任他一般就是喜欢单手打 然后一正一反 自己就是正好也是打一个方结 他那时候还专门因为他为什么打两个结 还是就在那个评判机序上还说了一下 就是说他基本能保证他每一个结 他为啥不打三个结 就是说他能保证他打的每一个结 都是方结 这种不容易滑脱 所以他就这种省时间不容易滑脱 就打两个结 都可以 我们这个一开始学的时候 我们就是用双手打 这个都是看个人习惯 按道理是单手打会更快一点 单手打因为你不用换 你不用自己换 因为这个吻合每一帧的这个速度 如果要是在一分钟左右的话 这个速度就是相当的快 当然也有就是说你通过打这样的训练 还能把这个时间再缩短一些 正面是吻五帧 然后翻过来吻三帧 大概就这么一个 大概就这么一个顺序 就是可以剪的时候可以把那个留一部分 这是翻过来 翻过来之后吻 那一辆 先吻中间 然后再找中点 大概就这么一个 吻合比的顺序 吻完之后 吻合几帧 跟管径的呼吸有关系吗 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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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毫米左右的血管 12个0的线 它是吻的 大概是吻的8帧 他那个是就是看情况的 看情况的 有的时候不一定8帧 有的时候得十几帧 有的时候就连小鼠相对偏大一些 通常情况下是8帧就够 这种端端吻 然后在撤夹子之前先放个小拧球 然后这就撤完之后 看这是过去的试验 吻完事 就算吻完了 大概是几毫米 这个是怎么怎么计算的 就是你这个美针的结局 比如说那个颈内动脉波脱 他那个结局是他 有时候我看他们阶段缝合 有时候连续缝合 他那个要隔多远 他那个是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 就是我之前看过一个就是一个说法 他是这个 就是缝合这个间距是他血管 就那个B的 两倍 血管那个厚度的两倍 就是那个血管B厚度的两倍 他那个吻合那个间距 就是整个吻合是一个方的 你觉得他是一个方的就OK 他那个不能太 尤其是那个尤其是连续缝合的时候 这个就是相对来说 就有点有点难度 有点难度 就是说他那个间距必须得掌握好 如果你要是间距掌握不太好的话 他那个漏血非常麻烦 所以可以可以适度的适度的密一点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接下来呢 就是实验室外的体验 因为因为考虑 肯定大家不可能说每一个人都去那个 像我那样就是 脱产什么都不干 在那练四个月 这个的确比较奢侈的一件事 但是当时正好在宣误博士这个 当时正好就把这个就练了 觉得的确练完之后 受益水浅吧 然后实验室外呢 我回来以后 也按照宣误自己整点东西 自己加一个练一下 加重的训练 主要是这个 鸡翅 鸡腿 血管吻合 还有鸡蛋皮 接下来呢 就是完全是DIY的 这个手术室的这些东西 然后这个呢 就是鸡翅 鸡翅 鸡翅的话 可以在那个什么 潜微镜下拿那个 就那个 眼科镊子 先把这个皮剪了 剪开之后 找到这个鸡翅的这个动脉 然后在潜微镜下 然后进行这个血管吻合 玻璃出来之后 暴露 你看一剪开 这血管也有回弹的 血管又回弹的话 怎么办 上两根加 上了两根加之后 还是按刚才那个 就是那个吻合书去 先吻合两个锚定针 然后再找终点 再找终点 再找终点 然后翻过来再吻 这吻完之后 可以把这个夹子去掉之后 把这个远端可以剪开 剪开之后 再拿那个注射器 打一下看看这个 你吻合怎么样 但这种的话 跟那个活体是没法比较 你这种吻完之后 那活体通 它就是立马就显示一个通畅 你要不通 它当时就告诉你 但这种的话 你只能是练一个动物 而且它这个 你分的时候 它不会出血 所以它在那个真实环境下 还是差一些 而且还有那个 这活体下的话 它是就是你分那个 分那个时候 就是其实分那个 咱们活体分那个撞膜 感觉真是有点像 有点像 而且比那个难度 我觉得应该是大一些 会 就往地特别薄 你稍有不慎的话 容易撕 就是撕了 所以说手上 就是这个稳定性 要求还是比你这种 就是咱们在这种情况下 稳的要要求要高一些 就我自己再加一点 够制这套系统 这个是显微镜 然后这个是一个动力系统 这个动力系统 动力系统 你看 你看给你放个大图看 这个是可以调这个转速的 这儿有个脚控 手控 就是它有两个档上下可以搬 然后这是正转和反转 前面这个是就是那个连出来这个 这个钻 连出来这个就是这个钻 然后后边它有一个插孔 它是它是直接连的这个脚踏 脚踏你可以踩一下 然后就踩下可以做 然后这个东西呢就是我在网买一个 也是买一个这个 他们雕刻呀什么用的 这个这么一个东西 可以把这个蛋夹住 夹住之后呢 然后你可以用那个钻 你练习这个磨蛋 磨完蛋的话 它蛋皮特别薄 你可以切一个方的 然后还切一个方形的膜 或者是圆形的膜 随意了 你可以在这上面可以练 就练你这个磨钻的一个手段也好 这个反正这是特别锻炼的 这你要是说手的这个稳定性在这个上面 真的有一个练完之后 你就会感觉到真的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的 其实对你 因为这毕竟鸡蛋是很薄的这个皮 不能磨破 还的确还有点难度的 这是那个钻头 其实跟咱们手术室用那个有点像 它这也是属于金刚杀的 虽然它这个同轴性还是不错的 这是那个脚踏 脚踏跟咱们的手术室那个还真有点像 因为我也看了一下 当然大的那种的就不是这样的 就跟电宁那个踏板差不太多 然后就是观看手术视频 观看手术视频 领导那是总是在强调 我们跟数者我们看手术的时候 应该要同心同眼同手 要看患者 但是你要是说没有经过这种训练 或者是这种大量的这种 就或者是做过这种手术 类似的这种没有这种操作的体会 其实很难体会到他术宗那些 那种情况 你要看完这个就是练完自己练完 显微操作 然后再上临床的做几个定例 这种的话可能你体会会非常深刻 对于就是我向大家推荐的 就是这个赫尔辛基这个 就是优法教授他们发这个1001 这个video 这里边基本上是我看囊括了很多 非常好的一些手术 就优法教授 而且他做的那只检验就是登峰造极那种感觉 然后他这里边囊括的病例也特别全 你看有动脉瘤的有这个肿瘤的啥 基本哪个部位我大概看了一下 都基本都未破裂破裂的动脉 就基本都那个什么了 这基本都囊括了 大家可以在这个网上可以看一下 这个可能都知道 大家我这也就是扳门弄死一下 然后就经过这个三个方面的训练 我觉得在实验室前的训练 基本上就可以达到了 然后你在上临床 再做一些病例的话 应该是小有心得了吧 在上临床之前 这个小有体会了就应该已经 训练这个频率呢 我现在基本能保证的是一周训练两到三次 当然是这个东西越多多以善 因为我觉得一直认为我是这么认为就是说 咱们这个神经外科的手术 其实就是跟那个运动员 运动员是一个道理 你说你经常不练 一点都不练 你突然来这个手术 你就拉过来就练 而且之前 我不知道大家看那个就那个 烟雾病出了一般指南 他的意思是说你这个中心 如果一年做不上10例还是12例来 这个达桥这个手术 就不太建议你这个开展就像手术 其实我觉得在国内要如果做一年能做10例到12例 别看这个历数少 但是这个能做这个这么些例的中心 其实并不是那么多 但是如果想开展的话 如果开展的话还是对这个患者挺好的 但是怎么样这个说 就是说把这个把他这个把他这个10到12例的说法 控制掉或者是怎么样 你只有通过这种 只有通过这种这种训练 我觉得才能保持一个 你这个手感 其实跟日本那边也一样 日本那边他们也没那么大的大量的手术 他们也是通过很多的一些实验室训练啊什么的 他是通过这个来稳定你这个手感 让你时刻保持一种备战状态吧 然后多看手术视频 学习经验 当然这个学习解剖啊什么这都是必须的 但是我觉得我认为这个显微操作这块还是很重要的 这个毕竟是把这个你把你的想法付出实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还得通过这个比较刻苦的训练能达到 这个我就讲这么些 然后我也不知道那个 我把我这个话说到位吗 王叔兄 非常好非常好 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问题 刘云 你那个视频是在哪个网站上看到的 就是那个手术视频吧 你说 对 就是就这个 就这个 1001赫尔 1001 他1001赫尔形级V90 你可以上这个网 对 因为这边 手术视频真特别全 那个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不是看了优化的手术挺多啊 就是他做动脉瘤的话 他都就是采用前循环用这个外侧框上挺多 他不分侧链 对吧 嗯 他里面是不是有很多也有这种 就是这种血比较多的 那他打开中版 打开那个liliquid的膜吧 注意这个 因为说实话我这块 我这块没有特别重视 当时看的时候没看这么细 没看这么细 那啥 你要是对这个感兴趣 你可随后可以看一下 因为优化教授之前应该他 对这块也没有特别的重视 他是不是上次听完之后 请王师兄单独过去给他讲一次 嗯 我想他是不是也应该有些体会 嗯 对 他有点体会 但是对 他他他他应该听完 听完这个就是 这种心理念以后 他也对他有所出动 嗯 嗯 专门对脑制造了做一个议题 因为报纸人在这方面 因为他是秘书嘛 他他也很支持 嗯 就是有动脑类手术经营的 对这个东西非常认可的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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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主任还有什么问题 嗯 打开电影 打开 哦 开了 对对对 我觉得真是这个挺好的 这 有人来一份这个挺好 我觉得今天吧 咱们呃 咱们先尝试这种模式 没有啊 没有啊你打开 操作这种模式 我觉得大家有一个时间 互相这样交流一下 我觉得这种形式 又经济又相对 也可以充分的交流 对 对对对对 要对一些问题 咱们能谈清楚 这个随时还能观看屏幕 比如有一些好的病例 可能另外病例啊 什么咱们 一个方面 这样的有这个软件 呃 呃这次呢我觉得时间 还比较操促一些 因为呃实际上我 我人家 呃这个交往教授 已经说过好多次了 读毛的 后来我就干脆 我这包括杨主任的时间 他是大概差不多 我就定了 定了就这样上吧 要不然这永远 要测大家的时间 永远有时候不好 不好答对的 多合适 大方的合适了 我就定了就开啊 这样这样 我觉得也挺好的 挺好的 运气 因为大家都挺忙 都是客服困难 对 对 不容易 这样的话 相对来说晚上的时间 又又好一些 因为他就说 以后咱们在有医药的课题 或者某一个问题方面 有些互相介绍的东西 然后咱们吃个时间也可以 咱们还是一块感谢一下这个状 人家是听咱们的时间 对 咱们在这儿讲 他也听不懂 也在这儿等着 而且关键 今天是人家的圣诞节 这就是这么重要的节日 让人家在这儿 我都不好意思 是 好好好 早点去睡吧 那就咱们就先休息吧 完了我和江再说一下 看他的一个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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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nel. And we welcome all the neurosurgeons to televise any event or presentation that they want, including Yuha. I talk to Yuha all the time. I talk to him. He's very happy about this conference. He's probably watching, but I'm going to certainly send him the link to you and to him. And I'm going to invite Yuha to give a talk because he really wants to use this technology to help neurosurgery education in China. As you know, Yuha is at Hanan Provincial Hospital in Hanan. And I'm probably going there in April, but I would like to have the neurosurgery community start to come together before I go to Hanan. So I'm going off the air now and I'm going to stay here with you. I'm going to stop recording, but thank you.